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跟各位談的幾位建築師 第一位是柯比一 然後再來萊特、Mr.Bendrell到歐巴奧特 那今天上的是魯士康 那我們大概回想一下 上次談的那個前面的四位建築師 如果我們來談這四位建築師 最重要的幾個特色 從柯比一他最重要的是提出一個 現代建築的新精神 所以他從很多古典過渡到 過渡到這個現代的時候 他除了談到對於文藝復興 那個時候的建築 幾何跟秩序的再一次的推演 包括他的摩居論以外 他接受了 一個社會主義 第二個是機械時代 這兩件事情 所為他建構的另外一種新的建築思考 那這是一個 他做的東西其實從他的作品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多樣化 另外可以看到他的背後的一些理論基礎 那我們談到的第二位 Fenro Rite 在上個禮拜談 最重要Fenro Rite的特色 他來自於 英國美術工藝運動 還有包括日本的空間 跟日本的一些藝術 對他的影響 所以他做的最重要的一個建築的類型 叫草原建築 他的東西 其實非常重視Craftsmen 手工藝 可是他也把所謂的開放空間的理念 帶進來 所以創造他的草原建築 大部分都是以一個 就住宅而言 是以火爐為一個中心點 然後讓整個建築可以在各方向的 延展到戶外空間 然後來 可是在每個空間裡面卻 具有他自己本身的古典性 然後也把手工藝 跟材料的特質帶進來 第三位呢 我們談到的是 Miss Bendrol 最大的不一樣是 Miss Bendrol 她跟Bendrol Rite最大的不一樣 她基本上所建構的是一個 透明的建築 然後她談到理論叫Less is more Miss Bendrol 她所建構的 她的建築的世界 最重要一點其實是 她接納了一個 大量生 機械的大量生產 然後在大量生產裡面尋求 那個材料本身 還有細節 細部本身的特質 所以我們上次跟各位舉的例子 像她的建築裡面非常重視 Transparent Translucent 包括Reflection 包括她如何用很重的材料 跟很輕的材料 來產生那個對比 跟那個詩意 那第四個我們談到的Ofa Alto 它是非常不一樣 它在北歐 所以呢 Ofa Alto所建構的出來的建築呢 其實非常接近 Fanerite在美國所建構的 從非常當地的材料 建構形式開始 可是它卻是一個 永遠在做一個叫做二元對立 二元併存的一種狀態 所以我們上次看到Ofa Alto的建築呢 對於非常理性的幾何 跟非常感性的一些自由曲線 包括有機的形態 它其實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那它也非常在意材料 跟手工藝 它所在意的材料跟手工藝 跟萊特 最大的不一樣是 它希望能夠回歸到那個材料的那個本質 而不是材料在手工藝所出來的那種Decoration 給人的一種視覺上或是觸感上的關係 它比較重視的是那個材料本身的Touching 包括木頭 包括石頭 包括鑽塊 然後它也很在意 建築的內在的有機的機能 跟外在的環境之間的併存的關係 那永遠在做一個二元對立的概念 這是我們上次談到的四位建築師 很重要的四個方向 那我們最後來談一位建築師 是美國的建築師 那他大概 他是20世紀才出生 那一到1970年去世 所以他幾乎比剛剛那四位建築師 稍微晚一點的時代 那他所建構的東西 在我們今天談的其實是一個 他非常在意 空間的結構 空間的秩序 我們講的結構是叫做system 不是structure 那個結構是一個 每一件事物 每一個object的 所內在的那個system 所以他把那個system 跟那個order 把它外放外顯 變成他建築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表現形式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理性的思考 可是對我來說路易斯康 最難得的地方是 他所有的理性思考 當他變成統一呈現在建築上面的時候 卻產生了非常簡單的形態 可是卻有非常豐富的poetic的特質 非常具有詩意 他的詩意呢 來自於這個system 所呈現的完整性 跟他的複雜性 也呈現的材料 跟這個光線之間的關係 所以在看路易斯康的東西 光線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質 路易斯康這個人 跟其他的建築師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是 基本上他是一個 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者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建築師 那他的學者生涯 跟建築師生涯都是非常非常玩熟 他基本上到50歲才開始 蓋真正的建築 所以50歲之前 他基本上是在 在study他自己的theory 或者是他對於古典建築的喜好 在整個建築生涯裡面 他其實在那個當代 就是跟他存在的同一個時代裡面 他其實是非常 感覺上是非常保守的 他剛開始對於建築的發展 也有一點點不得志 不得志的原因是因為他做的東西 其實剛開始非常古典 那跟當代的20世紀 我們都知道20世紀 從19世紀摸到20世紀 其實叫做現代性的思考 然後抽象性的思考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幾乎全世界的人都在討論那個事 那可是路易斯康卻不是跟隨那個潮流而走 那他其實我們稱為他是建築的哲學家 他把建築本身的特質提升到一個 可以被論述的 或是可以被空間想像的 而不是一個 只是一個建築的form 或是形態所做的事情 那我們常說路易斯康是一個 一個建築的哲學家 其實也是一個建築的詩人 那如果你們要看他的作品 有一本很重要的書 叫做光明與靜密吧好像是 在台灣有翻譯一本 那本書裡面呢前面那一段 都在講他的project 後面那一段呢在講他的文集 他所寫下來的一些文字 那那個文字是非常感人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把一個小的文字 跟各位講一下 他的建築在他的文字理論思考 跟建築到底中間的關係是 是多麼的強大 可是對我們來講好像剛開始聽的時候 是非常的抽象 那我們來談路易康 他的幾個重要的背景 路易康要的建築 其實還是一個叫做紀念性 我記得我們在第一堂課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就在討論紀念性 紀念性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古典特質 到了現在建築的時候 很多建築師都還在叫反紀念性 對抗紀念性 可是呢 路易康 他卻是一直非常非常迷戀 這個建築存在在紀念性的那個形態 那這個形態呢 我們從最早期的建築 我們可以看到紀念性有幾件事情 在原則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布雷 所做的這個 這個牛頓紀念堂 在很早以前我們就跟各位提過 這個牛頓紀念堂呢 它所存在的紀念性 跟金字塔很像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純粹的幾何 然後呢 它是一個非常巨大的量體 而且這個巨大量體是超尺度的 所以在布雷那個時代 所做的一個這樣的牛頓紀念堂 把純粹的幾何跟超大的量體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 在布雷那個時代 已經離開了古典建築 離開了古典建築是什麼 離開古典建築的那種叫做 具象的裝飾 所以呢 保留了那個古典的紀念性 可是卻去掉那個 這個所謂的比較豐富的 或者比較具象的裝飾 這個是在古典紀念性裡面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課題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升 那這種紀念性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英文裡面 上次跟各位提過 非常重要的一個字眼 大家在談紀念性 有一個地方就要談這個 sublime 我們在第一堂課跟各位提過 它其實是一個雄偉的 壯麗的 壯美的 無可言喻的 一種美感 這個美感呢 對抗了裝飾 那對抗裝飾的另外一種美感叫什麼 叫beauty 建築做起來 如果要表現它的美 不在於表現它的形式上的 的豐富美感 視覺上的美感 而重要的是人感知裡面 對於那件事情的 壯偉的 雄 雄魂的 這種 無可言喻的 那種巨大的美 那這是一個sublime 跟beauty 那為什麼在這裡 我會提到 blade 再一次提到blade 這個案子 再一次的 再談到Louis Kong 所表現出來的特質 的時候要談到這樣子 主要是 其實Louis Kong的建築物 很難說它的漂亮在哪裡 很難說它的真正的 那個 我們可以理解的形式上的突破 或者是形式上的建構 產生什麼樣的美感 可是呢 它有一個非常巨大的力量 就是在尋求這個 叫sublime 就是把建築做完以後 所有人進去 哇 然後就開始 看到那個真正的氣味 那這也是Louis Kong 非常在意的 所以我們稱為他是 建築的哲學家也是 他除了在形式上以外 他也企圖 在空間的感知上 能夠表現出這樣的特質 那我們再回到 Blade的這個 牛頓紀念堂來看 Blade除了超大的量體 除了是一個簡單的幾何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Blade 希望建築裡面有一個 非常超越尺度的container 就是 那個裡面的那個 外面的石很簡單 可是裡面那個container 卻產生了這種 比較環宇性的 大的 豐富的狀態 另外一個 Blade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質 細圖尋找這個sublime 利用什麼 利用光線 利用一個 感覺上不存在的特質 我們常說物質性裡面 光線是一個最難捉摸的 因為 它的物質性最看不到 可是呢 它卻產生一直在變化 可是對人的感知卻非常強烈 那Louis Kahn的建築裡面 光線 一直是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種 一種出發點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從 這兩個觀點來看 如何用巨大的幾何抽象量體 來表現那個 那個紀念性的美 那再加上 光線那個不存在的特質 來表現空間的關係 那這我認為是 對於Louis Kahn第一個詮釋 或是第一個 他受到的那個影響的 狀態 另外一個 Louis Kahn在看古典建築 我們曾經放過好幾次 這一張 是Shinko 在新古典主義 所做出來的一個叫做 Altus Museum 那我們曾經看過 這一張最重要的一個 我們上次所論述的 曾經我想過 第一件事情是 柯比義 他做了一個shandiga 他把這個平面 變成非常簡單的柱 並沒有牆 他做的最重要的改變 是把這個語言偏到 一邊 然後轉了一個45度角 然後把這些所有的牆 都變成柱子 空間開始這樣錯落的流進去 把原來的這個空間 變成一個free plan 變成一個非常活潑的 自由的一個平面關係 這是柯比義所做的 Louis Kahn Miss Benderall Miss Benderall 也受到巡口的影響 她所做的事情是什麼 她做的事情是 維持了這個空間 的主軸的關係 然後呢 把所有的空間的牆 全部拿掉 變成玻璃 留下很細很細的鋼組 然後變成crown hall IIT的那個建築 變成一個什麼都沒有 可是呢 卻輕輕的帶起 它的那個外面的transparency 然後還帶起了古典的這個 上階梯 進到第一進到第二進 空間的狀態 可是改變了物質性 把那個物質性從石頭改變 變成透明的 看起來可見跟不可見的 那個transparency的關係 那這是 Miss Benderall 所做的事情 那Louis Kahn呢 如果Louis Kahn 來看待這個 這個 巡口的這個案子的話 那Louis Kahn所建構的特質 又不一樣了 Louis Kahn既不改變這個 自由平面的狀態 沒有把建築 從古典建築 推到現代建築的時候 推得那麼劇烈 推到它要完全改變 它的空間形態 它也不像 Miss Benderall 企圖把建築 變得非常非常的虛空 那個表現的那個 非常簡單的 的detail 跟簡單的這種 transparency 所帶過來的感子 沒有 Louis Kahn看起來顯得保守 他還是維持 這種硬牆的空間 然後呢 還是維持這個 好像對稱的紀念性 可是Louis Kahn所做的事情 他在意什麼 他在意非常嚴謹的在意 如果在這邊找到他的system 找到他的第一鏡 找到他的第二鏡 找到他的第三鏡 找到這個回字型 跟這個空間之間的關係 從內而外 所發展的時候的hierarchy 那個空間的hierarchy 空間的hierarchy 他不一定會改變 建築的那種厚重的牆面 不一定會再去創造 一個新時代的 現代建築 新精神的那個free plan 沒有 他保留了古典建築的 那個非常簡單原始的狀態 可是他住進去的是 他如何用空間的機能 如何用空間的結構 如何用空間的設備系統 如何用空間的使用 再一次的填進去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古典的秩序跟層級 還是可以看到現代的美 那這個是Louis Kahn 跟別人很不一樣的點 那可是從這點來看 你如果不去了解Louis Kahn 裡面的空間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的話 你大概以為他很落伍 你大概以為他是一個古典建築師 沒有辦法真正像柯比一那麼快的 跳到這個西方建築 更何況 Louis Kahn在做這些建築的時候 柯比一早就已經提出來的free plan 所以你會更顯得他好像 不在這個潮流跟狀態裡面 那這個是一個最特別的事情 也是因為這樣 他非常晚熟 讓他能夠在建構一個 類似古典的 類古典的建築的階層跟形式裡面 還可以看到他現代的美 那這個看起來有點抽象 等一下我也會跟各位說 所以他跟 Mr.Bendrell跟Louis Kahn 最大的不一樣在哪裡 Louis Kahn 他在做的建築裡面 他永遠在尋求order 永遠在尋求system 那永遠在談到order給人的美 這個order呢 是一脈相傳 從古典建築就下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古典建築 在希臘、羅馬到文藝復興發展下來之後 一直到19世紀到芝加哥 都還是建構一個 像這樣子一個空間關係 這個空間關係當初叫做什麼 叫做city beautiful 都市美化運動 然後在芝加哥蓋了一個 把整個城市蓋了一個博覽會 所建構的東西呢 我們說上次跟各位談過 他收到的是 比較屬於法國博士號R 這個布札藝術 藝術學院所建構出來的 古典的特質永遠存在 都有一層叫做對稱的軸心 這個layer裡面從中心點 到水到樹到街到建築量體 好像每一層架構是非常清楚的 不是一個曖昧的 那個架構清楚到 你知道那個layer是從內往外張 然後每一層每一層都在建構它的water green path mass 每一個東西幾乎可以喊出 清楚的喊出它的名字 那我們剛剛也跟各位提到 Ms.Bendrell跟柯比毅 你好像很難清楚的定義 喊出它的空間的那個 那個清楚的名字跟系統 已經被bler被混淆 故意被納在一起 可是呢 Louis Kahn是一個非常非常古典的人 現代古典 他還是一直企圖尋找這種古典的 空間的特質 OK 剛剛看到的是一個空間系統 他所在意的事情 我們再來談 外在的表現 在建築的表現上 Louis Kahn還受了哪些影響 Louis Kahn受了叫做 建築的另外一個叫做結構理性主義的影響 結構理性主義呢 分成兩種 一種結構理性主義呢 是像 我們以前跟各位提到高地 高地的結構理性主義 它是把建築 拉回哥德市 這個哥德市呢 開始有這個哥德市的斜撐 拉高的肩拱 把這些骨頭 做得非常非常清楚之後 這個骨頭有被高地 包了一層皮 包了一層皮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它做得非常非常多的小的house 高地的 還有包括聖家唐 在巴斯洛納 你可以看到非常詭異的狀態 是它好像非常有機 產生的像動物跟植物這種有機性的思考 可是它背後的骨頭卻非常非常的嚴謹 在高地裡面 所以有點像我們的人體 我們的人體呢 看起來我們的人體的形狀 每一個人那麼不一樣 那麼的有機 可是你有辦法想像 雖然的人體在外觀 在這層皮的長相那麼的不一樣 可是如果我們照X光 我們的骨頭幾乎 每一個人都幾乎是一模一樣 它的骨頭的架構 從關節到手 在各種不同的機能都長得很像很像 是非常簡單而以性的 所以人的肢體或者動物的肢體非常有趣的是 它在一個非常統一的系統裡面 找到很複雜的外部的skin 那這是高地在結構理性主義那時候 所建構出來的 我認為跟我們在談人體接近的事情 那同樣的 在那個時候的結構理性主義 還有一個荷蘭的結構理性主義 非常非常的特別 也非常非常有趣 叫Bellock 現在有個學員叫Bellock 在荷蘭 那那個時候是紀念這個建築師 這個建築師Bellock 他所做的一個郵政局 到阿姆斯特山你還可以看得到 這個郵政局 他也是被歸為叫結構理性主義 可是他跟高地 都被歸為結構理性主義 他們一樣嗎 不一樣 他們非常非常不一樣 在Bellock 他所做的結構理性主義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他的建築 其實不像高地那麼的劇烈的 表現出那種自由的張力 反而呢 很簡單的做出來高塔 斜屋頂 磚牆 用石頭框出他的窗戶 每一件事情好像都很 非常的簡單的古典 那這個古典裡面呢 他所要表現的是什麼 表現的叫做材料本身的結構性 該是磚牆的時候是磚牆 該是窗戶上面有煤樑 他就會加一塊煤樑 該是下面有個窗台就是一個窗台 整個結構呢 很清楚的告訴你 這個建築的結構構成 基本上就不像我們剛剛看到 剛剛提到高地 裡面的構成的關節很清楚 外面包了一層皮 混淆那個構成 這個Bellock他所做的結構理性主義是 清晰的 完整的 外露式的 外顯式的 讓你知道這個結構的構成 每一種力量 個別承受什麼樣的關係 比如說 如果他開始用RC的話 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Flame 是很清楚的框框 回田的我們稱為叫做In-Fill Architecture 在框框結構做完之後 再回田進去的可能是磚牆 他就做磚 做木頭 當你今天磚做進去是牆 人要開始去摸那個窗戶的時候 那個窗戶開始跟人的touch有關係 改成木頭 他沒有沉重力量 他開始是可以自由開啟的 所以從RC到磚到木頭 每一個空間 他在表現這種材料的時候 那個材料本身都有一個非常清楚的 本質性思考 可是他並不那麼在意 把那個木頭回田進去的時候 再去做木頭很warm的那種detail 手工藝 這個手工藝的特質 像萊特那樣的狀態 不是Louis Kahn在意的 他在意的只是把那個空間 建築材料的特質 很忠實的一次清楚的呈現出來 不加任何太多的detail 不太加任何太多的手工藝 那這個影響非常非常劇烈 這個Louis Kahn的影響 之前當然受到Bellock的影響 可是這個影響到今天為止 我們還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 在意這個事情 簡單的講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Tatado Ando 安藤忠雄 安藤忠雄他如何用清水混凝土 表現出他自己的結構性 也表現出清水混凝土 那個材料本身的那個touching 就這樣而已 並不是在清水混凝土 再加上太多的detail 加上太多的這些手工藝的線角 可是呢 安藤忠雄就會很在意 這個 當你要灌一個叫做清水模RC的時候 你要加一個出風口 你要砍一個燈 那個燈的系統跟出風口系統 跟RC要怎麼結合 那個 所有的系統要如何清晰的被你表現出來 那是安藤忠雄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在這種framing 很清楚的架構架完之後 他也很在意這種清水混凝土的質感 在光線太陽光打進去的時候 那個RC所呈現出來的 那個溫度 那個溫度感 那個 那個 RC所出來的那種表情 那像這樣子的touchando 安藤忠雄所出來的特質 其實一點都不是touchando一個人 所單獨擁有的特質 我們會覺得Louis Kong 他也是這樣的特質 Louis Kong也是清晰的表現這種材料 跟構造的關係 所以對我們來講 結構跟構造 對Louis Kong重不重要 重要 設備系統 比如說空調 燈 這些事情重不重要 重要 空間的大小的機能 從大空間 到中型的空間 到小型的空間 服務空間 跟空間的 主空間的主重關係 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在背後裡面 你可以看到Louis Kong 他非常強調這個結構性 構造性跟材料性以外 他也非常重視這種空間的機能性 的概念 那我們看到 這種叫做Infield Architecture 除了剛剛Bellock 所做的結構理性主義 最完整的呈現 是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富蘭克林25號公寓 如果你們記得的話 一個法國建築師叫Parrot 這個人呢 他做的這個25號公寓 我們上次跟各位提過 他當初開這個事務所裡面有 裡面有三個土地 三個非常重要的人在裡面 一個叫做Barrons 德國義工聯盟的人 然後一個叫Gropius 然後一個叫Corpusier 那當初 富蘭克林25號公寓 他這個案子 最重要最重要的 發現是什麼 他發現了RC的塑性特質 RC有別於陳仲強 因為他鋼筋進去之後 他可以自由的曲線所改變 所以富蘭克林25號公寓 變成幾根小柱子 很多牆面開始轉成八角形 轉成各種不同的形狀 那當然這個 對於柯比翼的影響是什麼 對柯比翼的影響 影響到建築可以變成塑性 所以變成他的Free Plan 所以Barrons影響是什麼 他開始看到這樣特性之後 他知道所有的結構性 所有的接頭 那些細節 可以被再次的發展 所以發展叫德國異國聯盟 可是對Louis Kahn的影響呢 Louis Kahn的影響是看到 他的這個建築的形態裡面 這種叫做清晰表達空間架構的關係 該是涼的是涼 該是柱子是柱子 中間回填的是什麼 回填的是玻璃或木頭 這種叫做In-filled architecture 所以他當柯比翼在看到空間可以更自由的同時 其實Louis Kahn把空間 不是在讓他外放變成更多的特殊的自由性 他反而看到什麼 看到如果保留了這種很簡單的結構 跟回填的開口的關係的話 這個要拆掉加進去 他認為這個有辦法讓Poietic的特質跑出來 詩意會跑出來 所以他的詩意創造 當然跟柯比翼有絕大的很對比 跟絕大的不同 那我們來看這個 Louis Kahn開始做的一個研究中心 這個研究中心讓人非常非常的感動 可是這個感動呢 對一般建築系的學生 剛開始的學生 其實有一點點不太理解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案子 如何它建構一個 跟我們看到的其他建築是最不一樣的事情 這個換成機稍微有點太亮 不過沒有關係 你們可能要稍微仔細看一下它的平面 我們來看這個研究中心 它的研究中心呢 是一個實驗室 這裡面它的構成是什麼 非常簡單 Louis Kahn的建築的構成 是簡單到不行 簡單的不得了 簡單到它幾乎看起來沒有什麼設計 那也可以看到它的笨 可是這個笨呢 早期都一直被認為 路易康被認為很笨 可是它做出來的東西 因為那個笨 而有一種 有別於科比義那種聰明的特質 那我們來看它的笨 到底在做什麼事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這裡有五個正方形 三 四 五 這五個正方形呢 在機能要求上面其實是一個 比較大的沒有柱子的實驗室 它必須要能夠讓那個空間有它的freedom 所以呢 這五個正方形repeat 很完整的被repeat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建構 本來這個五個正方形應該是一條 一條直線 啪啪啪啪啪就結束了 可是實際上它回填了一個 石的方形 黃金筆的一個石的方形 回填在中間 來support這邊 跟support這邊 那這個solid 就是supporting system 跟這個main space 開始產生一個非常空透的 跟非常石的關係 然後它讓這件事情完整的簡單的呈現 不離開它的界線 不把它所建構出來的這個 所謂service zone跟main zone 有太多含糊的交結 所以它讓這個方形完整的保留它的純粹性 跟保留它的所謂的清晰的機能性 所以呢 所有的廁所 所有小的服務空間都在裡面 OK 那這是第一點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個平面裡面 所建構出來的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為了要讓這個 每一個方形的空間 正方形的空間 它的supporting system 都非常非常的直接了當 而且呢完整 每一個空間 都是實驗室它需要什麼 它需要垂直的管道 它需要樓梯 它需要廁所 這些管道樓梯廁所 對我們來講都是一些叫做 一樣都是叫做supporting system 在古典建築裡面 我們如果從建築的hierarchy來看 它叫做subsisting 它是一個次要空間 或者我們特意叫附屬空間 它把這個附屬空間呢 非常非常清晰的建構在 這個正方形的邊邊 而且製成一格 絕對不超過它的界線 製成一格變成一個box 那這個box呢完全不開窗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個空間 每一個方形都有一個party 兩個的三個的兩個的一個一個 最後呢又回到一個最底端廁所 這種所謂的叫做服務空間 所以在這裡面呢 你幾乎可以看到某一種狀態 某一種叫做古典建築的狀態 古典建築的第一層最重要的 第二層吃藥的 第三層更吃藥的空間 這個古典的狀態存在 可是呢 我們常常以前看到古典狀態 它不太在乎 以前我們在做古典建築 看到的時候 主空間旁邊繞著吃空間 吃空間以後開始要開窗 它好像古典建築不太在意 那個空間裡面要開窗的時候 到底跟那個空間的特質有什麼對應 古典建築不在意 古典建築只在意 如何讓那個開窗 有形成一個完美的party 完美的秩序 可是呢 空間本身的機能跟那個立面 好像在古典建築沒有那麼在意 可是 路易康非常在意 該是實的就是實 該是空的就是空 它甚至於在這兩個空間裡面 產生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結構 這個結構在它的立面上 你幾乎可以完整的看到 只要是管道間 跟樓梯間 你可以看到它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一個solid mass 非常非常實的牆 忠實的把這個實的牆 像沉重牆一樣 像tower一個一個拉上去 所以呢 它所建構出來的這些體 基本上 都是像沉重牆系統 我們剛剛講 路易康非常在意這個 材料所表現出來的結構性或構造性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得到幾個大tower 這個表現的是什麼 垂直管道跟垂直樓梯 它的表現都是垂直性的 因為它的機能是垂直性 它機能是由下往上的一根管道間 它表現的是由下往上一個垂直的動線 到了每一層之後 它的結構改變了 除了這些solid space 結構都會維持叫做牆系統 到這個實驗室的時候 它把它的結構系統很清晰的 一次就翻轉改變 改變什麼 改變變成量柱系統 而且這個量柱系統非常非常有意思 路易康很清晰的表達 它這個量柱系統裡面 要讓空間變得非常非常虛 要讓它的空間能夠輕輕的跨在這個空間的量體上 當今天這個垂直性很值得垂直的時候 它希望保持的是一種水瓶的關係 或者叫水瓶清透的關係 所以它做了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 我們來看它的平面 它的平面呢 它的結構並不是落在四端 也不是像這個 Mr.Bendrell把柱子放到裡面來 外面包一層可燈窩 也不是 它絕對不是把結構跟玻璃兩個脫開來 它還是維持結構的單純性 然後呢 它不追求所謂的現代建築那種 叫做transparent 變成兩層的關係 它還是讓它清晰的表達 OK 它的結構怎麼做 它結構做了八根大柱子 八根大柱子呢 扣在什麼 扣在它的所有service zone 或者是這邊的service zone的兩端 它讓什麼東西開始跑出來 它讓建築的angle跑出來 這個angle很特別喔 這個angle 在我們看到的Mr.Bendrell是不一樣的 Mr.Bendrell我們剛剛講 它是完全的一個玻璃 我們看到柯比一又不一樣 柯比一往往在那空間裡面 不太會固定的 這麼嚴謹的維持這個十字軸 它常常在裡面放進一些 斜的軸 free plan 很多object在裡面 改變那個原來的 對稱狀態 可是Louis Kahn不在乎 或者甚至於他希望維持這個 叫做對稱狀態 清晰的對稱狀態 然後因為這樣一架以後 突然發覺它的柱子 八根柱子夾在中間 旁邊呢 突然表現出一個輕輕的angle 這個angle呢 開始沒有所謂的結構性 它的結構性都架在這個中間 單單從這個盒子的plan 可以讓我們想到 台灣大概在十年前 蓋了一棟建築 跟這個結構 非常非常接近 讓結構清晰的表達出來 讓邊邊的angle 變得非常非常的輕 然後呢 八根柱子做完以後 那個高樓 裡面就再也沒有柱子了 裡面變成一個很空的 很簡單的辦公室 然後呢 Column Free 沒有柱子最大的單元平面 然後幾乎跟這個完全一樣的平面 那有人知道這棟大樓 在十年前所蓋的是哪一棟嗎 台灣 很重要的一棟建築 很重要的高層建築 有人知道嗎 是搖人喜搖先所蓋的大陸工程大樓 大陸工程大樓那時候用八根柱子 然後讓每個角角都開始變成空的盒子 那那時候為了要做這件事情 搖人喜搖先還非常努力的 找 Orup 的一個設計師 做了一個很輕的結構 讓它變成一個trust 露出來 然後請大陸工程 全部的柱子變成清水模RC 讓那八根柱子 很單純的 表露出它的結構性狀態 那如果你們有空 你們可以去看看這個案子 在復興北路跟民生東路交口 那那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跟現在 我們現在的那種概念 跟我們看到Louis Kahn的這個概念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就是它如何讓建築的結構跟秩序 整在一起 你在這個柱子的排列 跟它空間排列 你幾乎可以看到它關注的結構性 你可以看到它關注的構造性 你可以知道它關注空間的機能 主從關係 然後可以看到到 它想要表現的那個空間的特質 都在一個東西把它做完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們以前常看到一個東西做完 可能都還是在談它的比例而已 黃金筆 Louis Kahn當然有 可是這不只在談黃金筆 它是在全部的東西 all in one 把這個所有的東西架在這裡面 可是最後的成果 並不是一個非常fashion 非常具有當代性的形式 而是在這裡面經過它的思考 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到它的美 在哪裡 在這個角落 這個角落呢 你大概也可以看得到 Louis Kahn 他所在意的這個特質 我們看下一張有沒有 我們來看它的特質是什麼 它的特質是 在這個整個空間裡面 有一個叫做in-fuel的system in-fuel system是垂直的柱 水瓶的量 垂直的柱外掛在外面 讓那個空間的垂直性 好像掛了一個框框 然後讓那個水瓶的關係表現出來 完了之後 在這個水瓶梁跟垂直柱的系統裡面 再加進了in-fuel的磚 加了磚以後呢 為了要讓旁邊的角落 因為它柱子塞到中間來嘛 所以讓它旁邊的角落那個angle可以變虛 所以它這個虛的角落裡面 加上了玻璃 一層兩層三層四層 但是它四層的關係是非常清晰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得到上個禮拜 跟各位談到Ms.Bendrell 她做了一道牆 那道牆呢 從鋼梁 從百葉窗 從內百葉變外百葉 從透明玻璃變成反射玻璃 也很清晰 可是Ms.Bendrell討論的是什麼清晰 是那個細部跟那個材料本身 那種reflection translucent 跟transparent 那種多面的豐富性的清晰 可是呢 Louis Kahn表現的是這種材料 跟結構上面的清晰性 那這個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模式 在這個思考模式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入口 它入口都是從哪邊進 從那個angle進去 從那個角落進 所以旁邊呢 會有兩根柱子 從那個破口 就樓上就是它的腳窗 從這個破口進去 破口裡面最精彩的在這裡 這是什麼 因為它的樑 是一個緊緻型的樑 因為它是八個點 所以變成一個緊緻型的樑 跨到樑的時候 它為了要讓緊緻型的樑 讓它撐撐撐撐到這個angle 撐到腳窗的那個樑帶的關係 可是它撐到腳窗的時候 如果我們從結構觀點來看 它做斜撐嘛 就好了 因為我們以前稱的 如果要把一個東西撐出去 做個扭腿 接近住的地方的樑比較深 出條的東西比較淺 那就像一個梯形 像一個扭腿 像一個斜撐撐出去 可是呢 Louis Kang 他就這麼直接接受斜撐嗎 他可以接受 可是他並沒有 他讓這個樑從外掛的高樑 架上一個空樑 完了之後 讓這個板變得很薄 所以這個angle是一個薄樑 慢慢傳立變成粗樑 接著這個柱子 下面再加一個十字 把下面的空間給撐 撐開來 然後讓那個angle變成細 但是這個detail就非常非常的美 這個結構的美 跟Louis Kang 這個結構的美 跟Miss Bendel的美 是不一樣的 Miss Bendel的美是那個production的美 那種材料被製造出來 那個接頭的美 可是這種美叫做什麼 叫做結構的美 是他忠實的讓原來該出挑的 細樑跟粗樑 很快的在他的section裡面 就表達出來空間的這樣的關係 因為這樣子的angle 因為這樣子的入口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立面在這裡 幾乎你可以清晰的看得到 在早期Louis Kang 就開始在做這個事情 柱子上去 第一個最大的 高的量體當然是這個 高的power 是一個solid object 表現的是垂直性 再過來這個小點點 變成一根很簡單的柱子 柱子完以後撐這根樑 你可以看到這根樑 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從粗樑折一段以後變細樑 到這個angle的時候變得很細 在粗樑跟細樑中間呢 回填了玻璃、百頁 最後呢 下面呢回填了磚頭 都是一個不沉重的關係 可是在不沉重的關係 還是可以看得到 磚頭的溫暖 透明玻璃 跟機能性的百頁 三個被回填到裡面去 很忠實的三條線 然後就把它塞進去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 Louis Kang的第一個 實驗性的案子 Louis Kang再過來繼續做下去 有兩個案子 我們其實上次跟各位提過 那現在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它到底真正的美 創造的空間的特質在哪裡 這是它最出名最出名的 研究中心叫薩克研究中心 我以前上次跟各位提過 Louis Kang在做這個 薩克研究中心裡面 它最重要的還是在表達古典的紀念性 所以上次跟各位提到它的psychin 第一件事情先看它的psychin 我們來檢測 剛剛它受到的影響 古典秩序的影響 受到這個結構理性主義的影響 所以結構要如何忠實表現 那自己本身如何呈現完美的架構 主從關係 從大 中 小 從主要空間到supporting的空間 到最後變成管道這樣空間 我們來檢測它這樣子 最後我們來檢測什麼 檢測這幾件事情都符合之後 它的poetic 它的subline 那個美 出來了沒有 如果出來了 那我們就大概可以理解 這個Louis Kang的關係 第一件事情我們先來談什麼 來談它的subline紀念性 這個紀念性如何被表達 它在這個空間的配置裡面 上次跟各位提過 從最高點到最低點 它其實有一邊的view 其實是 沙克影響中心在一個峭壁上 它的view是天空跟海 對面就是海 所以它最大最大的view是 它第一件事情先做一個大軸線 這是非常古典的大軸線 這個大軸線呢 從上面走過來再下來 下樓梯最後一個水池 往下看的時候 這整個空間的效果 這個大軸線非常的古典 把古典秩序幾乎一五一十的表達出來 一五一十表達出古典的什麼東西 我們上次跟各位提過 表達古典的church 教堂 教堂的紀念性 教堂的subline被出來 什麼叫教堂 教堂就是對中軸 這個有主空間的狼 有旁邊的次狼 它有一個ending 這個ending有一道背牆 就是那個十字架跟最後那個背牆 這是我們理解的教堂 教堂那個背牆 最後那個背牆 被什麼東西給取代 被一個大自然取代 就是那個大海跟天空可以取代 所以它做了一個什麼教堂 做了一個把蓋子拿掉的教堂 把室內的教堂的hierarchy 空間的架構保留 就是把頂蓋拿掉 拿掉之後呢 那個空間就開始產生它自己的神聖性 所以你幾乎可以看到 它所架構出來的每一條線 都非常的古典 每一個party的架構都非常非常的古典 這是它第一件事情 所以它架構這個教堂的時候 如果我們把教堂 創開來看中間的大墊在哪裡 在這裡 教堂旁邊的次墊 我們可以看怎麼看 我們可以看這一道 也可以看這一整個 就是次墊的一邊 這一整個 是次墊的另外一邊 所以從整個side plane裡面來看 它的layer是清楚的 它是有內而外的 像剛剛我們在談到shinko 那個主空間 從裡面中心點一直往外放 它的層級是清楚的 所以它是對稱的 它如何對稱 從這個空 到這一層 兩邊對稱的這一層 到 打pevin磚塊的一層 到樓梯的一層 到走道跟大空間又是一層 到最後supporting跟小的實驗室 又是一層 是從中心點 像教堂以外 往左右擴張 對稱擴張的關係 我們在這裡面還可以看到什麼 還可以看到古典建築的opperty opperty在告訴你做什麼事情 opperty那時候在做教堂 叫Andrew Chapel的時候 他的教堂是什麼 他教堂opperty是有ABABA 如果大家記得 如果那個空間秩序 這麼古典的ABABA你 你進去的時候那個狼 有小神龕 有大神龕 然後一直在做ABABA的韻律的話 那我們看opperty的韻律在這邊 是不是被Louis Kong還是很忠實的呈現 當然 他的A B A B A 在這裡面是被架構起來的 所以他 還是在做一個教堂 屋頂拿掉以外 他還是一個教堂 那個ABA杯非常的清楚 這是進去的時候那個hierarchy ABA 水瓶 我們看到opperty在做這個建築的時候 他的立面ABA是入口比較寬 旁邊比較窄 他有一個立面的ABA的關係 那我們來看他是不是這樣 是 他除了這一項有ABA的話 他這一項 A B A B ABA 一樣 在重新的架構它的空間韻律的時候 完全不改變那個古典狀態 讓那個窄的空間跟寬的空間 有它的一個party的關係 所以這個方向我們可以理解了 理解那個古典主義所建構出來的關係 這個方向我們也理解 那LUICON如何用現代機能 我們說他很在乎什麼 機能 系統 還有什麼 還有結構 他用結構的構造關係 他用系統的觀念 他用機能的關係 來建構這個ABA 如何建構 第一個 我們還是回到這個中軸 這個中軸 那個教堂被頂蓋打開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非常像教堂的戶外中庭 OK 這個中庭呢 會被repeat兩次 repeat到左右兩邊 這兩邊幾乎跟這個中庭是完全一樣的 可是這兩個呢 就是它要的最大的機能 最主要的空間 是那個最大的實驗室 沒有結構的 空的 大垮矩的 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呢 開始跟它幾乎完全一樣大小 可是它從內外 換到什麼 換到內 在這個空間架構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實驗室 它的主要的 結構的partie 去除了那個叫做ABABA的關係 幾乎是AAAAAA 全部都是一樣的 建築架構 跟剛剛在看到這個主中庭的時候 它的ABABA的架構 那麼的不一樣 在入口中庭的時候 有它的水平的sequence 可是到了實驗室 它純粹為了機能 沒有什麼視覺的 裡面要塞滿了機器的時候 它就回到一個完整的柱列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很敏感的 如果你夠敏感 你可以很敏感的看到它的柱子 架構在哪裡 架構在這個大partie裡面的中間兩點 架構在這個小partie的中心軸 所以這邊的柱列 跳到外面來 是跟這排柱列是一樣的 所以這裡有一排扁長柱的柱列 這裡有一排點狀的柱列 可是中間夾的一個 跟這邊中間夾的一個 卻產生了大AB的狀態 很特別 柱子有時候變成在那個序列的中央點 而不是在兩邊 我們常常說如果畫一個樓梯間 畫完之後我如果立柱子 我可能拉過來的時候 我會在這邊立兩根柱子 因為跟它對在一體 對齊到一條線 可是它並不是 它在這邊開始把 原來的object中間架構了 另外一個點狀的關係 讓它原來的均勻點 跟這裡的不均勻 跟外面的garden的那個pattern的不均勻 產生多重的layer 這很了不起 這個案子為什麼會那麼的棒 是因為它幾乎每一個動作都清楚到 讓你清楚到它在幹嘛 你都非常非常了解 OK 這是第一個 它把這個空間的架構 在結構系統上 在這個水平的partie上面 架構一次讓你看 再過來 它在架什麼東西 它在架到它剛剛 剛剛看到的這個 Richard Center 就是那個理查研究中心裡面的 垂直的架構我們稱為叫subsystem 主要的空的架構 實驗室是man system 所以它subsystem在哪裡 管道間跟樓梯間 放在ABABA的架構裡面的這個小的中 所以這個全部都是它的subsystem 很清楚的表現它的subsystem 外部開始有管道間 內部開始有樓梯 這裡有個小樓梯 這裡有個大樓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這個subsystem的架構 基本上像沉重牆架構 是一個solid object的box 所以它裡面有非常多的黑點 也有非常多的黑牆 這個黑牆是什麼 是它的solid box 是比較屬於沉重牆系統 比較需要叫做垂直性表達的 跟那個水平性的這叫做柱列跟平面 是不一樣的架構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這裡 有管道間 電梯間 樓梯間 這裡有樓梯間 開始對應出來 好像很清晰 可是在這個清晰裡面一樣 如果說我們看到這個主要的中庭 有大跟小的對應的話 到這邊變成均質 我們來看這兩個 這兩個也產生很大很大的變化 一個是一座樓梯 塞在這個空間的中心點 一個是一座樓梯跟電梯管道間 塞在它的兩邊 中間是空的走廊 把一分裂為二 把這一邊的走道的關係 跟這邊的走道關係 拉進來 這個推一點點 你看它的Pavion Pavion是拉進來的 這個沒有 這個Pavion到這邊就停了 兩個是完全不同的狀態 雖然它都屬於ABA 那個A跟兩個A是一樣的 可是它在空間的狀態 它所產生的那個機能空間的partie 那個hierarchy 那個system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然後可是隱隱約的你還可以看得到 這兩件事情好像在講同樣一件事情 在講什麼 在講subsystem 這裡講subsystem以後 它就創造了兩個不同的小實驗室 這小實驗室你也看到那麼的不一樣 它這邊是中穿 中間穿過來之後 這個實驗室就變成一個完整的實驗室 可是這個不一樣 這個因為object裂到兩邊的走道 所以呢 它開始形成了一個這樣子的空間的狀態 兩邊走道是靠在邊邊 跟這個solid靠在邊邊 是那麼的不一樣的空間機能 那這兩個實驗室 一個是緊靠管道間 一個是脫離管道間 所以單單在ABA的這兩邊 雖然這兩條線看起來是很一致 可是它後面 它的上下的走道狀態 是幾乎不一樣的 空間架構 那這也是它的另外一個 在空間架構上你可以看得到的 第四件事情 這個我們來看 在這個空間的古典架構裡面 本來它的空間像是這樣子的 你幾乎可以從這個空間到這裡 從這個空間看到這個frame 從這個frame呢 經過了大中庭看到對面 這一條是穿的 每一條看起來好像視線是可以穿過去的 可是呢 它加了另外一個最小最小的system 那個最小的system呢 是要回應什麼 回應海 回應最後面的那個神聖的景觀 所以它加了什麼 最後加了一個 斜板 這個所有的斜板 當你穿過來的時候 你的視覺回到這個中心點 回到什麼 向海 所以呢它把再一次的讓 本來是沒有前面跟後面的 因為它做了這個斜板以後 把這個當作前面入口頭 這個變成什麼 變成ending的頭 跟最後的大海 所以所有最後一道system 全部是面向那個ending point 面向它最後最後的軸線 讓空間開始有時候叫做正背面 陽光打進去的時候 在這邊打到的是牆 可是從這邊照進來的時候 變成光縫 光線可以從這個方向進來 所以兩邊的正背面的關係 開始產生它的變異 那你可以看得到 當然一個平面我就可以講這麼久 我可以講這麼久 它平面的每一個細節 是因為它做的東西太清晰 它的東西呢 幾乎沒有什麼東西是沒有道理的 每個東西都是有道理的 然後呢 你大概可以感覺到 刻鼻液的東西就沒有那麼的硬 刻鼻液的東西產生 讓我們產生很多的戲劇性 讓我們產生非常多的自由思考 可是呢 Louis Kahn幾乎把你綁死 綁死到你幾乎動彈不得 那很多人問問說 那這樣這個建築就死掉了 這建築就回到以前的古典建築 那個詩意就不在了 可是如果你進到裡面 去看到Louis Kahn在做這些光線 他做這些材料的時候 你發覺那個 反而產生了另外一種光線的美感 從這種平面 我們大概可以反射到今天的塔塔安斗 今天的安藤宗雄 安藤宗雄早期的案子 也是清晰的不得了 該是圓就是圓 該是方就是方 該是窗口就是窗口 光線從那個進來 打到石牆上面就會產生 非常poetic的光線效果 那我一直認為Louis Kahn 跟塔塔安斗是同一類的人 非常非常同一類的人 那他跟其他的建築師那種叫做 展現時代精神的建築師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我們再來看他的立面 Louis Kahn的立面 永遠就是框框很清楚 要不就是框框很清楚 要不就是厚重的大牆 然後Louis Kahn在這個時候加進了另外一個材料 就是清水混凝土 他開始用清水RC來做事情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提塔塔安斗 安藤宗雄跟Louis Kahn 之間的關係 雖然安藤宗雄 他最著迷的是柯比義 他一直在談柯比義 他去旅行看到柯比義的那些 現代精神的架構 可是我覺得在背後的個性上 塔塔安斗一點都不柯比義 因為柯比義是非常非常的外放的 塔塔安斗是那種很硬的 硬在裡面 在某些個性上 雖然他對柯比義 產生最大的崇敬 可是呢 他真正在個性上的表現 其實他是非常Louis Kahn 就把那個東西又內縮回來 到只有那麼簡單的一兩件事情而已 Louis Kahn在做這個建築架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frame裡面 塞進了什麼 塞進了木頭 塞進了磚塊跟木頭 這種非常warm的特質 Louis Kahn常常是 第一層很乾 可是第二層非常的溫暖 第二層塞進了木頭磚塊 那種可以touching的 的那個狀態 讓兩件事情各自去說各自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窗口 列成斜牆之後 每一個窗口都面向什麼 面向大海 那這個面向大海的關係 跟這個view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view幾乎 面向大海的時候 你幾乎可以看到都是牆 為什麼 因為它的開口都在它的後面 都在它牆裂開來的那一面 所以你在空間看到的是海跟牆 可是你到另外一面 走到這邊往回看的時候 就是剛剛看到的那個 回田木頭框框 有很多framing的關係 那這張我記得 上次很早以前有跟各位談過 這張對我來講 它就是教堂把頂蓋拿掉 你可以看到那個center point 你可以看到那個大海 可以看到那個天空 可以看到那個ABA的party 可以看到它的地上 所有的那個pairing 所產生出來的空間的韻律 再過來我們看到Louis Kahn的另外一個 上次有跟各位提過 你大概看到這三個案子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Louis Kahn 我認為 可是我們在談到這個案子之前 我再跟各位提醒一次 Louis Kahn是個哲學家 是個建築哲學家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真的要去看到那個 光明與靜密的那本書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去看 漢保德 漢先生 在早期他所寫 在靜語巷寫的關於Louis Kahn的文章 寫得非常好 漢保德回來在東海 剛開始建構東海建築系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他就是大量的 大力的推銷 介紹 發展 Louis Kahn 他出了非常多的 那個時候的很多的論述都在講Louis Kahn 講Louis Kahn 他對於建築 文章 哲學思考 文化意涵的一種 一種詮釋 那這個詮釋 是我們平常在看他的平面 有時候很難理解 那 我不知道我上次有沒有跟各位提過這個 這個圖書館 Louis Kahn對這個圖書館的詮釋 我知道我上次有跟各位 看到這個圖書館的那個 hierarchy 從內到外的秩序 那我先不要去談這個秩序 我們先談一小段 Louis Kahn 所自己講的一個 他對於建築類型的思考 Louis Kahn這個人非常好玩 他在學校教書 這些學生們其實都不曉得他在說什麼 有一種老師你真的不曉得他在說什麼 我們這個屬於第三級的老師 就是可以把事情講得很簡單 但大家都知道 那種老師只是訓練你們做基本技術而已 真的很棒的老師是每天在那邊講 然後大家睡著一滴 他真的你聽不懂他在幹嘛 突然到十年後你突然發覺 有個老師上次十年前講過這句話 在十年後終於懂了 那是第一級的老師 所以常常會讓你們睡覺的老師 很說是第一流的 會讓你們聽得很清楚的 教您基本技術的人是第三流的 我們這種老師 他在學校的時候 他每一次都是在跟學生講什麼 他說 比如說他在講圖書館 OK 他是一個非常能夠用哲學思考 或想像 詩意的想像 來詮釋建築類型 這是對我影響最深的 就是我們如果要講Building Type 除了去把建築的架構架成一個Type以外 Building Type還有裡面一種叫做 意涵論述 用我們現在的話叫做論述 我會看到說什麼叫圖書館 他說圖書館是一個知識的教堂 OK 如果我講過 那我就重講一次 我不曉得我們講過 圖書館就是一個知識的教堂 他不告訴你圖書館是什麼機能 或是要怎麼做 他說他認為圖書館是一個知識的教堂 什麼叫做知識的教堂呢 知識的教堂就像你進到一個教堂裡面 走進去的時候是壓在一個非常非常低的入口 在這很低的入口呢 你要爬升 像進教堂一樣 要上了幾階 爬升完以後呢 進到裡面 在壓低的入口 在爬升的幾階關係 進到那個空間裡面 裡面有一個巨大的光線跟巨大的空間 這個巨大的光線跟巨大的空間 人突然在書的浩瀚的書庫裡面 知識裡面 然後光線從那邊灑下來 那是非常教堂 神在哪裡 神就在那個知識 也就是那個書 OK 那這是他認為 進圖書館的第一個 他認為perception裡面 圖書館應該要表達的這樣的狀態 所以人要被壓低 要讓往上爬 上去以後人要覺得渺小 知識要變得非常非常的浩大 然後呢 光線要從那個地方灑下來 OK 聽起來像萬神殿 對不對 萬神殿就是這樣嘛 那萬神殿就是中間有個洞 灑下來 旁邊萬神 然後人站在中間 突然看到你被神給包住 OK 再過來呢 萬神殿的形態已經出來了 再過來他是圖書館 另外一個重要的是 當你人覺得渺小的時候 你必須要 游晃在知識裡面 去尋找你要的知識 慢慢的在一個知識的迷宮裡面 尋找你的知識 當你找到你的知識 你就拿著那個知識 走出來這個迷宮 然後到一個安靜的角落 在太陽光打在這個知識上面 你跟這個知識對話 就這樣 這種叫做聽起來會睡著的老師 就是講完 就圖書館就講完 他也不跟你看圖 也不跟你看什麼東西 就告訴你說圖書館就是這樣子 第一件事情像進入教堂一樣 第二件事情是在一個迷宮 有一個叫做Explore 去探索 去尋找 最後最後那個Explore 探索完之後 你要跟這個知識 對話 剛剛在那個萬神殿是不對話的 萬神殿人是渺小 你怎麼跟知識對話 你的知識就是把你包起來 可是呢 最後你在一個迷宮探索完以後 你要跟這個知識來對話 聽起來真的非常感人 那Louis Kahn就是這樣子 Louis Kahn認為的建築 就是這種狀態 他非常非常能夠 再重新詮釋一種type的時候 是用一種非常非常簡單可以深奧的說法 來讓那件事情產生它的靈氣 那這就是我們稱為叫做 Poetic of Architecture 就建築的詩意 他曾經說什麼叫學校 學校就是一棵大樹下一個老師 跟著一群學生在那邊聊天對話辯證 這就是學校 所以學校應該就在大樹下 就是因為這樣開始做了很多 很多學校像Pavilion一樣 然後變成他認為學校最重要的本質 他還提過非常多 你們如果要知道 那你們要去看那個光明已精密的那本書 裡面後面有很多 他自己在講的話 可能看不懂 多想一點 多分析一下它的平面 那如何看得到它的平面 我們就用這個圖書館當例子 我們來尋找一下 這個 一個空間被壓低的萬神殿 再後來變成迷宮 變成一個自我跟知識對話的修道院 OK 那我們應該知道 如果 如果 Louis Kahn在做這個建築的時候 三個建築物的類型 被灌在圖書館裡面 第一個類型叫萬神殿 第二個類型叫迷宮 探索 第三件事情叫修道院 關在一個小小的角落 跟知識對話 這在西洋古典的文化史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building tab 修道院 每一個房間都小小的 只有一個小窗口 然後關在裡面 沒有別人 自己在那邊跟著知識對話 這是修道院的初心 所以圖書館有這三個類型 OK 我們來看 它這三個類型在它平面怎麼架構出來 好 先不談它怎麼架構出來 我們先打個謎 我們先來用理性的思考 來看我們剛剛的這個 Louis Kahn最重要的建築的架構 到底 是不是跟其他的建築都一樣 第一個 它的古典原則在哪裡 它的古典原則 從中心 到邊邊 到最邊邊 是一個 由心往外放 很像 剛剛的Shinko 所做的古典建築 中心有一層 再有第二層 外面再有第三層 OK 所以那個空間的層級很清楚 這個空間層級 我們先來數它到底有幾層 第一層 第二層有個走道 一環 第三層 是這個結構盒子 跟這一條一條的東西 第三層 第四層又有一層走道 第五層呢 這個小小的角落 細細麻麻的小小的這個 T字形的牆 加上T字形的結構 一個是結構 一個是牆 兩個交錯 一個正梯 一個反梯 正梯反梯這樣 OK 這第五層 看起來有五層空間 那這五層空間 由內而外 很清楚 這過來 這是它的 第一個叫做hierarchy 或order 第二個 我們剛剛不是說 Louis Kahn對結構非常非常清晰嗎 我們來看它的結構 它結構當然很清晰 第一層的結構 四根大柱子 轉45度角 把這個大垮區給撐出來 第二層的結構 八道牆 把這個空間給架構出來 八道牆呢 後來又回到什麼 回到box 我們剛剛講 它一直在做的是那個 那個如果要做沉重牆 都在做樓梯 管道 廁所的東西 所以有四個box 有八道最重要的牆 把這個空間給 你看八道牆跟那個box 把空間給撐起來 中間才會變圓柱 再過來另外一層結構 外皮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厚重的牆 加上一些扁長素 然後把外皮包起來 OK 最後這個外皮 為了要表現那個外皮 不是一個盒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外皮 凸出了一些角 所以這個看起來是一道牆 這看起來是一道牆 它並不是一個盒子喔 注意看這個角落 兩道牆露出來 中間夾了一個玻璃 夾了一個虛空間 所以看起來是什麼 是四道牆所做出來的volume 不是一個盒子所做出來的volume 是四邊 都表現四道後牆 所出來的volume的關係 所以從四十五度角 往內變成一個虛空間 變成另外一個是 切外面的四十五度角 變成四道牆 其實從內部到外部 是有個大反轉 一個是在角落裡面塞柱子 一個是在角落裡面拉開來 變成四道沉重牆 那這是它對於結構的理解 剛剛有看到它對於空間的 hierarchy的理解 第二層看到它對於結構的理解 第三層我們來看到它對設備的理解 除了管道間以外 等一下可以看到剖面圖 這剖面圖對設備的理解 它所有的設備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書架 跟這個走道的中間這一層 全部的管道間呢 繞在四邊 然後來support它整個回字型 所以呢整個管道間 都繞在這裡 外圍 所以你可以看到外圍 不是有很多很多的box嗎 這個box都是全部的管道間 從那邊上升上來 走在書架 跟走到中間的那個天花板 然後這個system呢 support四周圍 全部support it 所以它的管道非常非常清楚 過了那個管道間之後 它開始做了一個剖面的system 這個剖面system也很簡單 可是也很複雜 最高的中心點 四根大柱子所撐出來的 水平 到了這個走道完之後 這條走道 拉高 每兩層一個高度 每兩層一個高度 到最後呢 靠牆的地方 變成長的牆 變成厚的牆以後 重新夾低 夾得非常非常低 這個高低呢 大概只有一個人的高度 就是人的身高 那從這個最低的方向 來看這個最高 你會發現從這個對比 這個的scale跟這個scale 對人的關係是很不一樣的 這個scale是金字塔的scale 萬神殿的scale 這個scale是什麼 這個scale是修道院的scale 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的安靜 像小角落一樣 同樣一個建築裡面 發展出不同的尺度 不同的scale 來跟這個空間講話 那這是這個Louis Kahn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那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這個 結構關係 看到了這個設備的關係 看到它的大小空間的對比 看到它的建築的hierarchy 層級 從內而外的層級 那我們現在來看 再一次的回來 看Louis Kahn剛剛講的那段話 那段話裡面帶大家走一次 第一件事情 人要進到這個建築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先壓低 所以我們來看剖面 入口在哪裡 在這裡 很低很低的一個入口 人幾乎是要從這裡進到門廊 進到門廊 先進到一個入口 壓低以後 往上升 像上教堂一樣 往上升 他故意把它主空間 放在二樓 人是要從這個樓梯走上去 所以這個樓梯走上去 是一個非常正式的喔 非常具有紀念性的 在哪裡 第一層壓低 樓梯走上去 從樓梯這個很低很低的廊 慢慢慢慢上升的時候 就上到哪裡 中心的空間來 OK 上到中心的空間呢 突然從壓低 上了一個樓梯之後 到中心來 突然發現中心是一個 巨大的萬神殿 這萬神殿非常高 八九層樓高 人的高度大概就只有這麼高 一點點 這個空間非常非常高 那是一個 像古典萬神殿的一個非常 火面上一個非常劇烈的變化 非常戲劇性的變化 在這戲劇性的變化裡面 我們看它的平面 這個平面呢 人從這邊上來 架到這個空間 就這個空間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 萬神在哪裡 知識不就是它的神嗎 那知識是它的教堂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神 這萬神在哪裡 如果我們今天看到 羅馬的萬神殿 萬神就是繞著它邊邊 那一個一個小神龐 就它萬神也是一樣繞著邊邊 是這些 很細很細的 一條一條的party 是什麼 是它的書架 所以整個建築 變得非常高 人會變得非常渺小 可是被什麼給包起來 被一個大圓 中間塞了所有的書架 給包起來 所以人是被這個書 給包起來的架構 這樣子 所以在這裡面的萬神 那個靈性出來了 那個靈性是Louis Kahn 所創造的那個書架之間的關係 然後光線從哪邊下來 光線從這邊打下來 折下來 所以光線在這邊 非常非常具有戲劇性 非常多的雜誌或是專輯 每次拍這個Extra Library 最重要兩個景 一個就是這個大圓 上面都是書 另外一個景 就是人從下往上看 看到一個景緻形的格子 光線 側光 打上景緻形的光線下來 這兩個是最重要兩個景 這兩個景大概就是萬神殿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景 過了這個萬神殿之後 人的開始要進入第二種prototype 這第二種prototype 是知識的另外一種叫探索 所以知識的探索怎麼走 知識的探索 他開始要上樓 經過一個樓梯 上來之後呢 開始走在迷宮裡面 在這書架裡面 尋求他自己要找的書 所以要在這邊繞 當他找到他的書之後呢 他拿到他的書 書架在這裡 壓低的書架 拿到他的書 這也是萬神 你要去尋找知識 拿到書以後 你就開始走出來 走到外圍 有一條門廊 很挑高的門廊 光線 這裡有個大玻璃 光線從這邊照下來 照在你的書架 跟你那個門廊當中 所以你從 在書架一出來的時候 你看到一個大的光線 大的亮光跟剛剛這個天光 是不一樣的 直接看到那個大的景的亮光 拿著書 經過迷宮 找到你的知識 到了第三個prototype 就是修道院 你就要走 走到哪裡 走到一個小位置 這個位置呢 剛剛說他高度 大概只有一個人的高度 這個小位置呢 在這些小小的梯 已經變成skill變成那麼小 這個平面你幾乎無法想像 這個平面跟剛剛這個平面 幾乎是兩種完全對比的平面 走到哪裡 走到這個小角落 當你今天進到這個小角落的時候 你幾乎變成自己了 因為看不到別人了 然後你也 離開了那個挑高的走廊跟光線 你開始人塞到這個T字形裡面 最後這邊有個小木窗 這個木窗呢 是它的結構的最後一層 因為是infill 我們剛剛說鑽石結構 鑽RC結構 最後跟人最溫暖的是那個木頭 所以在這邊它塞進了一個木頭的桌子 跟木窗 跟木框 然後最後那個窗戶的框 是看不到外面的 是像百頁的木頭 你要推開來 你才看得到外面 推開來的時候 它的光線就從那個小窗的縫 灑在你的桌子上 你的桌子上就是你那本書 你也可以控制到光線都不進來 那個光線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不像剛剛的這些光線 是屬於非常紀念性的 非常巨大的那個狀態 然後你就開始跟那個書 來做你一個personal talk 自己的一個私人的對話 那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你看我上次在講 其他人的案子都講得那麼簡單 可是在講路易康的案子 講得那麼複雜 因為路易康的東西就是 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非常非常複雜 他從最大的一層 到最小的一層 其實就是把他自己的那個 那個scenario 那個故事的 建築的一個故事的論述 說清楚以後 用建築把它很簡單的表達出來 那這就是我們看到的路易康 所以你未來你如果有興趣去看路易康 第一個去理解一下 他到底怎麼認述 他的scenario是什麼 他的哲學是什麼 來認述這個building type 第二個才去看他building type裡面 所建構出來的所有的hierarchy 所有的關係 那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 如果你開始可以理解那個building type 你就可以開始 以後做你的設計 你知道說 什麼叫做數位圖書館 什麼叫做學校 什麼叫做住宅 你或許會有你自己的另外一種 一種觀點跟另外一種概念 那我們今天在講我們的第九獎 各位手上的一個syllabus有寫 第九獎最重要的是在講這個現代後 現代後其實是一個蠻混亂 也蠻有趣的一個狀態 因為現代後 我們都知道什麼叫現代後 After modern 那什麼叫modern modern就是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 一直到20世紀的中期 也就是差不多1950年1960年的時候 我們上次跟各位談到 到了CIAM 到了國際樣式 所有的世界大戰之後 大一統 所以大家的建築的認識 變成international style的時候 告一個段落 可是呢 告一個段落並不代表結束 而是重新開始 所以在大戰後的時候 整個建築或者是 建築發言權的版圖 從歐洲拉到美國去了 所以呢 美國開始拿到他的發言權 你可以知道 在前面這八堂課裡面 幾乎很少聽到美國 雖然我們提到了Frenel Wright 我們提到了Louis Kahn 我們提到了自家科學派 可是這些思考 他們的思考都還是蠻歐洲的思考 可是到60年之後 其實美國變成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具有發言權的一個國家 那美國所看待歐洲的正統 他們有另外一個觀點 當然 因為歐洲的正統被歸納成 一個叫做international style的時候 國際央司或者是叫現代建築 其實大家對這件事情是有意見的 那這個意見呢 是什麼 它最重要的意見是 開始 從建築到50年 到60年 建築回歸統一 大家都大一統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共同的樣式 共同的美學標準 或是共同對於社會的一種價值 OK 可是到60年之後 它開始回到變多元 眾生喧嘩 大家開始各說各話 它各說各話 並不是無標的的 每一個人純聊天的各說各話 而是 他們都希望用這個多元 來對抗 這個統一 讓世界有更多的論述 這是第一件事情 在60年 非常重要的一個架構的發展 第二件事情是 在60年之後 還有另外一個架構的發展 開始crossover 建築開始跨界 建築變成一種叫做文化理論 建築不再只是純建築 在60年之後 開始有結構主義 開始這個結構主義 開始用文本的觀念來談各種不同的藝術文化 建築開始有論述 開始有theory 那早期呢 我們稱為早期 都是比較叫做statement 在早期你看到現在建築 什麼裝飾即是罪惡 OK 然後少就是多 form follow function 這個基本上都是在做一個建築運動裡面的statement OK 可是呢 到了 60年之後 建築不只是statement 不是只是針對一個建築 某些建築單一的問題 來提出一個statement 建築變成另外一件事情 變成叫做discourse 變成一種論述 變成一種美學 變成一種理論 早期的建築理論很單一 城市理論 建築的美 的一種理論 抽象化理論 如此而已 可是呢 到了60年之後 它當然變成一個叫做crossover discourse 所以建築呢 它是眾多環節 美學環節裡面的一環 所以在60年之後 學建築非常痛苦 你們那個痛苦 從你們大家臉上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 你又要知道電影 你又要看小說 你又要開始學 各種藝術文化 甚至於還不夠 你要學現象學 你要知道社會學 你要知道眾多的什麼場所理論 建築變得非常非常的複雜 建築的複雜在於 它的crossover 每一件事情都好像跟建築有關係 所以學建築的人 他要什麼都會 可是他其實什麼也都不會 他要知道心理學 他要知道文學 他要知道context 他要知道text 什麼叫做text 文本是什麼 context它的含購是什麼 建築突然變成什麼都要講 然後什麼都要碰 然後建築開始變成一種 跟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 社會開始要跟歷史學 開始掛在一起 建築開始要知道 什麼叫Foucault 什麼叫Lacan 什麼叫做胡塞爾 這些東西 就不曉得怎麼回事 然後建築變得非常非常痛苦 好像建築不能告訴人家說 我就是要這種美學而已 我就要做一個美的建築 那就開始被打得很慘 因為什麼叫做美的建築 美的定義開始變得非常非常複雜 那在60年之後 這種叫做眾生喧嘩的文化理論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蓬勃的起源 那當然很多的起源 從人類學轉成結構主義 轉成結構主義 轉成現代現象學 那這個結構主義 後來還發展一個叫做後結構主義 到了80年90年的時候 發展成為叫做後現代主義 那最大的一個論述的鋪 那個大籃子 論述的大籃子 最蓬勃發展就是後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後現代主義 你們大家清楚一個觀點 建築裡面的postmodernism 是很狹隘的 建築的postmodernism 大概可以想的就是那幾個建築師 把建築做得有點古典 有點諷刺 如此而已 那個叫做postmodernism 可是你千萬有一個觀點是 如果你不是建築師 如果是學文學理論的 或是學這個文化理論的 談到postmodernism 非常非常廣 比如說我們現在建築會把 我們建築會把建築分成叫做 解構主義 OK 也會分成後現代主義 會分成兩派 這兩派的人 個別都在說什麼話 所以解構主義跟後現代主義 好像是很不一樣的 可能你如果到文化理論來 或是藝術文化 或是藝術理論 或文化理論來談的話 解構主義是後現代主義的一環 都是在抵抗現代主義 所以後結構主義 postmodernism 其實是一個非常廣泛的一種 叫做文學討論 或者非常廣泛的一種 叫做美學討論 不太像建築裡面這麼狹隘 一定是Charles Jinks 或是Venturi 這種很單一的人而已 可是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知道說 建築的後現代主義 是在哪些人在談 可是文化的後現代主義 是非常非常寬廣 到我們今天為止 在談論的很多很多理論 都還稱為叫做後現代理論 可是呢 在建築 後現代建築 早就已經過氣了 已經沒有人在討論了 他可能是90年就幾乎 風吹雲散 可是後現代理論 文學理論到今天為止 都還是所有大家懂 所以他後現代理論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環 建築裡面 後現代建築只是小小的一塊 這些東西你們可能有點不太理解 不過你們大概先有這樣的概念 等你慢慢去crossover 接觸更多的文化理論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理解 什麼叫做後現代理論這樣的關係 好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大家開始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改變 是大家對於審美觀 開始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這個審美觀呢 以前的審美觀 我們跟各位提過 在談的是beauty 或者在談的是subnight 現代建築在談的是subnight 那種美有共同的價值 那種美是非常的非常的上位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種 我們稱為要紀念性也好 我們稱為要現代性也好 可是呢古典建築 現代建築發展出來之後 這個審美觀到60年代有很大很大的改變 大的改變當然也跟當初的社會文化 有幾個很重要的改變有關係 比如說社會文化裡面開始談到結構主義 OK 談到我們剛剛講現象學 談到在地的場域觀點 還有人甚至於談到什麼 談到pop culture 大家都知道60年 其實是pop culture最盛行的 就是流行文化 或者是普普文化 一般人的那種文化 他們在對抗什麼 對抗現代建築 一個非常重要的 優點也是他的致命商 現代建築物 現代抽象美學 最重要是叫做精英文化 它是一群精英的人 經由精英的思考 把建築一直在超凡 或是把藝術抽象化 再抽象化 抽象化成一種 好像一種 絕對的美學 可是很多普通人無法理解 普通人理解的可能是 可以看得到的這些symbolic的意義 很喜歡 所以大部分建築系 喜歡的建築物 都是普通人不喜歡的 所以你如果去當觀光客 跟當建築師 去看房子 你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 那這種觀點 其實就是因為現代建築 或建築理論 把建築拉得很高的一個抽象化的位置 所以我們看得懂的建築物 甚至會讓我們變得有一種 精英式的傲慢 覺得那批人沒水準 那批人看不到我們看到的 學建築看到的這些事情 可是呢 有沒有錯 其實沒有錯 美學本來就是某種層次 是在往上拉 那個才有辦法超凡 可是呢 後現代的思考 或者是現代後的思考 其實認為說 其實普普文化 pop culture 或者非常具象的表面 或具象的象徵 也有它某種美學上的意義 這個美學上的意義呢 本來就是拿來抵抗 抵抗什麼 抵抗精英文化 抵抗ELITE 所以後現代或現代後 其實都在用一種 普通人的觀點 或者是一種集體的觀點 來對抗精英觀點的概念 那請大家大概有一點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我們才會談 今天才會談一個叫做 建築的美 審美觀 審美觀在60年之前 有對跟錯 審美觀在60年之後 對的可能變成錯的 錯的可能變成對的 那到底哪一種對 沒有 沒有定論 所以大家都在去中心 再也沒有哪一個東西 是中心最美的東西 大家都各自論述 眾生喧嘩 大家各自講各自的事情 所以呢 從很簡單的現代建築 開始 魅俗 從非常簡單的 原來的現代建築所 定義下來的discipline 那種基本的架構的order 跟基本的大原則 principle 到60年之後 突然變成鬆散 什麼都可以 或什麼都不可以 那這個是我們這次要談的 所以我們這次要談的 並不會針對某一種理論 我們這次要談的方式 反而是像審誕槍一樣 在談各種不同的理論 各種不同的散彈槍 其實它都不是朋友 大家都各說各話 我跟你在 我說我的話 你說你的話 大家各說各話 可是我們共同點是什麼 我們有共同敵人 所以我們是有共同敵人 可是我們不是朋友 那這種在政治上 你常常可以看得到 那其實建築本來就是一種 就是political issue 所以呢 它其實 我們之間共同的 只是因為我一個對抗的對象 可是說你跟我有多像 我們一點都不像 我們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極端的看法 都不一定 那我們來看那個 原來最具有discipline的現代建築 然後呢 被定下來的 我們可以舉出其中的一個例子 就是Miss Bendero Sukat Crown Hall 它基本上已經大大的大躍進 從古典建築 跳到現代建築裡面 然後把古典建築的這個older 大一桶 可以把現代的技術 跟現代對於空間感受的觀點 開始變成另外一種 新的超凡想像 Transparency 所有的東西 Nothing 然後開始有一個美在那邊 這種美 Miss Bendero的美 只有學建築才知道 Miss Bendero美 還是學建築裡面 可能百分之十才知道 百分之九十可能還不曉得 還不知道為什麼Miss Bendero是美的 那個美 開始越來越被抽離抽離 抽離到只有某些人 才感受到他那個力量 那這種美的觀念 其實在60年之後 有一個Charles Jenkins 英國的一個理論家 就畫了一張這個圖 那這個圖講什麼 就是現代建築死掉了 現代建築再也就 應該把它丟到海裡面去了 因為呢 這種單一的面向 無法面對社會 因為社會這麼的多元 還不過不只是一個社會的多元 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文化 它的多元性 各個國家不同的在地性 的那樣關係 那個力量 可能勝過這種單一 還語的 Universal的 Aesthetic 就是一種 叫做還語性的美學 不存在 因為世界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沒辦法歸類到那個美裡面去 那最重要的一種關係就是 有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地點 不同的氣候 不同的文化 但這些不同 怎麼可以用一個 Miss Blender的這種美 來南跨叫全世界的人 就 都follow這樣的關係 那這個不代表它沒有貢獻 代表只是說 這個貢獻 沒辦法幫全部的東西說話 全部的東西還有很多很多話要講 所以才把這個東西丟在水裡面 你說這個現代建築就死掉了 另外一個是現代建築 最大最大的Milestone 宣告現代建築死亡 我再一次說 宣告現代建築死亡 不是那個大的那個 整塊的Modern Architecture 大家在講現代建築的意思是 那個小寫的Modern Architecture 也就是國際樣式的那個時候 被大一統之後 大家共同認定了 建築要怎麼樣 要有效率 要具有經濟性 建築呢 必須要符合所有人平等 而且還要符合健康 陽光 水 空氣 動具 然後建築的思考 必須有code 有法規 大家要開始獲得共同的 陽光 水 空氣 建築是一個社會主義下的 一個集聚生活 大家像修道士一樣 每個人的小房間 最小的生活住宅空間 大家共同生活一個public area 好像這些東西都很政治正確 大家聽到都覺得 哇 你要做一個健康住宅 你要讓大家sharing 公共public space 讓那個空間最極簡 極簡到最小 讓大家滿足基本的生活就好了 結果那時候就蓋了很多很多的 勞工住宅的housing 那個時候 就勞工住宅housing蓋蓋蓋蓋 蓋到後來 其實這個勞工住宅的housing 便沒辦法滿足這個社會的變化 也沒辦法滿足這個社會的多元文化 所以呢 Charles Jinks用的這張圖 這是在美國 其中的一個 那個時候的modern architecture的housing 在 才蓋完 我忘記多久 好像十幾年還二十年 才蓋完就決定 美國政府決定要把它炸掉重來 為什麼要炸掉重來的原因 是因為 這個整個社會 這個整個社區 這個housing 是全美國那個時候犯罪率非常非常高的 那個所有的人都搬離那個地方 所有人都尋找他自己的烏托邦 去住他自己要的房子 去suburban 去找他的透天的別墅來住 留在那邊的人是社會一小群人 這小群人其實是社會 從社會主義轉成叫美國 你要注意這是美國 美國是一個非常資本主義的國家 所以他完全不同於 有別於這個歐洲的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以後 最後被留在這樣子的一個房子裡面 大部分都是平民窟 都是非常沒有經濟能力的人 然後呢 他在這裡面沒辦法獲得太多之間的溫暖的關係 建築開始被sprit 然後因為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要把它炸掉 這裡面呢 惡性循環 這房子越來越糟糕 大家越來越沒有感情 然後都是一些流動的人進來 真正的有能力的人就離開 去住他自己要住的房子 所以呢他就變成一個流 所以後來的很多很多的現代建築 要求那種最小極致空間 大家都平等 都統一的那個狀態 沒辦法符合 從歐洲到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那種多樣化的發展 所以它是統一化 而不多樣化之後 所以所有人都不愛 或是不在這裡面 除非不得已 所以就產生了非常非常複雜的 一種社會問題 那最後這個房子 美國政府決定把這種 所謂歐洲傳過來的 這種modern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style的建築給炸掉 這個炸掉是一個里程碑 這個炸掉呢 被理論家Charles Jinks提出說 這個就是最大的里程碑 去宣告現代建築已死 我們開始要去發展人類的多樣化 的文化 讓人滿足他各種不同的需求 現代建築不能只談到單一問題 那這個單一問題 一被提出來說 他不能滿足的時候 非常多的建築師就揭竿而起 每個建築師就提出他認為 沒辦法滿足他的現代建築 然後他應該要發展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每個人就開始各自去談他各自的狀態 建築師開始又蓬勃起來了 建築師開始每一個人 戴了他自己的不同的帽子 這是那個時候的幾個大師 他辦了一個舞會 那每個人 那個舞會的帽子就是他自己蓋的房子 建築就開始蓬勃發展 各自有各自的表情 那他們也有一種部分 是認同這種表情不是壞事 因為他們認為 所謂的建築跟文化的累積 是一個長時間多元文化的累積 很難被單一規範 那一個城市文化或是建築文化 他的多元也是他最寶貴的那個部分 而不是他的單一 這個單一反而沒有多元寶貴 所以大家開始尋求多元的論述 各自說各自的話 這個大概就是那個時候的一點點背景 這基本的關係 所以在這樣一個觀點裡面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字 就是眾生喧嘩 那每個人有個共同的敵人 他們去尋求一些新的文化觀點 這文化觀點呢很多種 剛剛說過大家都不是同志 大家只有共同的敵人 所以我們先來談幾個不同的觀點 第一個觀點是 有一群人開始認為 建築如果所有東西都是這麼合理 合理性這麼單一的話 反而把建築的最多的可能性給削減掉 如果所有的建構的材料 都是為了要大量生產大量製造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非常subtle的 建築的那種工業生產的產品的時候 本來這個建築裡面的那種另外一種美感 從古典以來的那種手工衣美感 古典以來的材料的美感 可能因為工業化運動 單一化之後 那個所有的美感都不見了 可是呢 雖然機械時代發展了大量生產 可是不應該機械時代的大量生產 卻把所有的材料美感 或者是建構的美感給消除 所以有一批人開始尋求說 我們還是接受機械美學 我們還是接受這個叫做 20世紀的機械時代 所帶給人類的一種福祉 可是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機械美學裡面 從生產裡面找到以前的 不管是classmen 或找到以前的texture 找到以前的構造的關係 來建構這樣的事情 然後不要把建築變成那麼的subtle 所有的東西都被釘死的那個 所以他基本上 這群人是誰 這群人呢 其實來自於英國 那這群人 你從英國你就知道 英國跟歐洲大陸那個時候 有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狀態是 英國本來就比較尋求自由 我們最記得的就是 英國美術公園運動 那個時候告訴你說 建築要很有機 建築要隨時生活而改變 建築要非常在意當地的 當地的材料美學 建築需要了解手工藝 那這是英國美術公園運動 那時候提出來的red house 所以英國永遠有一種 尋求freedom的那種狀態 永遠沒辦法接受 德國 法國他們 尤其是德國定下來的那種 那種標準美學 所有東西都是被standardize的關係 standardize有好 可是standardize變成全世界 最單一的事情的時候 最重要的反而不是那件事情 那我們來談英國這樣的架構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人 叫做Smithson夫婦 Smithson夫婦呢 就開始蓋了學校 學校就發展出一個 另外一種空間的狀態 這種空間的狀態呢 卻讓全世界看到 一種不一樣的事情發生 那這個學校 Smithson夫婦 那時候有兩個人 兩個 一個叫Smithson 另外一個叫James Sterling 那James Sterling 如果要知道的話 我建議你們去看 Ralph Monell 那個 一本很厚的那個 他的演講稿 然後裡面 他第一個彈的就是James Sterling 他把James Sterling講得非常非常好 那你們可以去看看 Ralph Monell怎麼彈Stirling 那個時候的架構裡面 我們看到Smithson 還蓋這個大學 這個建築本身你還可以看得到很簡單的 梁柱非常清楚 OK 這當然是 我們在現代建築裡面可以看到的基本的美學 你可以看得到有槌子的elevator 水瓶的橋 這個都是現代美學裡面 已經被發展過或定義過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很簡單的 柯燈沃 OK 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Smithson他們到底做什麼事 Smithson是說 其實啊 現在建築 為了要追求統一感 所以把建築呢 變得非常非常的單純而單調 那 如果建築 我們接受了機械美學 我們接受了大量生產的架構 可是我們讓各自的空間 各自的材料自由表達 各自的空間形態也自由表達的時候 或許 產生出來那個張力 會讓現代modern architecture 有更重要的一步 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到 Smithson做了什麼事 Smithson做了 把所有的機能 比如說這裡有三個階梯教室 有兩個是室內的階梯教室 有一個戶外的階梯教室 所以這三個 他在program裡面是必要的 在建築裡面呢 現在建築裡面 他就把那個階梯教室做得最合理 擺在最對的地方單一存在而已 他說沒有 我們如果把階梯教室疊在一起 我們讓這個空間各自 說他自己的話 這個是一個階梯教室 這是一個階梯教室 他下面呢 因為這個室內的階梯教室 讓下面的這個大的landscape 也變成另外一個階梯 那所有東西疊在一起的時候 好像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到 各種不同空間 他所創造出來的 直接表達的空間性 他的類型 甚至於呢 因為他的內部 的關係不做修飾 所以建築就會開始變成 很簡單的 另外一種 可以表達他建築類型的造型 管子直接表露 typical的 辦公室直接表露 每個東西呢 都直接表達他的性 而且這個性呢 不要把它統合在一起 應該讓他各自發展出 它最powerful 最簡單的一個部分 然後他就畫了這樣的圖 這裡面的圖呢 充滿多元跟動態 充滿人 橋 塔 auditorium 室內室外 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各自表述 甚至於呢 curtain wall 表達出來之後 他反對 所有東西都要只做工業生產 所以到這邊呢 他開始用什麼 用 玉柱的 灌出來並沒有修飾的水泥 直接就搭出一個水泥的盒子 表達這個粗造美學 跟這個細膩的美學的一種 完整的對比 所以呢 該是solid的空間 他就用一個solid的做法 用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structure 跟簡單的texture 來對比於transparent void 這個虛空間 就把這些東西呢 都是直接的表露出來 聽到這個論述啊 說實在 我都覺得跟我們當代還蠻像的 這些說法 直接了當地表達它的空間形態 直接很暴力的 每樣東西就這樣丟進來 然後讓它疊在一起 然後各自說各自的話 不尋求那種統一性 甚至於在材料 有的時候做很細膩的材料 有的時候做很粗糙的材料 管子全部都露出來 讓我想到現在庫哈斯他們做的事情 就是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 因為在英國Smithson 那時候他們已經在做這個了 庫哈斯現在在做的路特丹 等一下會看到的那個 Modern Museum 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在談這個 如何讓建築直接表達 而且不去做修飾 這個概念 那這樣的概念 被發展到極致的人是誰 是James Sturling James Sturling是一個 現代主義非常非常強的 他做的東西非常非常現代 可是他在現代裡面呢 他有一種他自己的另外一種 重疊的方式 簡單來講叫clutch 這個clutch跟這個科比一的clutch不一樣 科比一的clutch是在一個 同質性的住宅裡面 那個free plan有時候是一個圓的量體 有時候是方的量體 疊在一起 可是James Sturling clutch是 是站在現代主義的位置上面 去反對現代主義 怎麼說站在現代主義上面 他非常重視機能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他是一個工廠 加上辦公室 加上auditorium 加上廣場 所有的事情其實都是各自存在 而且各自的 非常直接表達的存在 所以在這個量體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煙囪的tower 可以面向南方的天窗 所以所有的 工廠的天窗 全部面向同一個方向 可以看到一個非常非常現代的 glass box透明的辦公室 可以看到兩個t型的量體 其實就是auditorium 可以看到這個auditorium 要到辦公室的時候 直接就變成一個大的platform 像廣場一樣 放在這個auditorium的屋頂上面 可以看到一個透明的電梯 一看到電梯就是知道要上升 直接拉上來的 可以看到洗窗機 可以看到到屋頂有一個軌道 讓洗窗機可以在上面繞 在繞的時候直接就 就洗的是所有的 柯燈沃的窗子 所有的事情 都是直接的表達它的關係 可以看到這邊 錯開一個窗 這是一個實驗室 所以實驗室的開窗 跟辦公室的開窗 跟工廠的天窗 跟完全不開窗的這個auditorium 都各自說 各自表達 所以讓所有不同的開窗形式 所有的建築建構的量體 都讓它能夠單一的 直接的表達出來 這個時候發展了一個 一個非常重要的運動 這個運動被列明叫做 叫做粗礦主義 Brutalism Brutalism 分成粗礦主義 還有一種不叫粗礦主義 叫什麼 叫野蠻主義 Brutal 那野蠻主義粗礦主義 其實那個時候還不只它做 柯比翼也做一點 它也有很多東西 是很粗礦的表達 那個很重要的特質 在柯比翼的中後期 所以那個時候是 整個世界的氛圍 都在對抗原來 非常精緻的 簡單的 這個現代主義 合理的現代主義狀態 所以它合理的表現機能 可是創造出來的形式 是不合理的 非常不合理 不應該有這種形式露出來 不應該有跟棒棒插在它下面 然後沒有去解決那個建築結構問題 合理的機能 合理的對應 表達一個最不合理的組合 其實庫哈斯也是這樣 我一直在提到庫哈斯 其實庫哈斯在21世紀 所做的那件事情 從1978年 它所很迷戀在意的事情 跟當時 Brutalism 那種直接了當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建築 James Sterling做出來 舉世為之華然 非常的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美 這種美 不是美學上的美 是這種震撼的美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怎麼會有一個大的auditorium 就露出來了 這麼重的auditorium 下面是一個透明的電梯 直接就撞上去 auditorium的上方 像輪船的甲板一樣 像科比翼的這個叫做屋頂花園 大家上到上面去 這個整個tower竟然不落地 是用好幾根柱子 把這個tower撐起來 上面變成一個glass box 旁邊還找了一個 另外一個小的量體 這個量體呢 窗戶竟然是折板 是一個碗塊斜的 讓通風從這邊進來 是一個實驗室 每一個空間 每一個建築物 它所表現的表情 其實是一個clutch在一起的 是各自認述的 各自說明的 那James Sturling大概是這個的僑儲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James Sturling那個時候的30年 大概是所有年輕學子們最迷戀的 那個時候的James Sturling 大概像現在的Kuhas 所有人都在迷戀James Sturling 如何用現代的技術 工業的生產 來創造出這樣子的空間的感覺 甚至於在禁橋跟牛津 蓋了幾個學院 在牛津的皇后學院做了一個大樓 這個大樓非常直接了當 這個大樓呢 他為了要讓中心點 我看下一張有沒有 OK 這個 他為了要讓中心點 產生一個廣場 他還想像過說 那個時候科比義 很喜歡這個船 甲板的關係 所以他把這個 牛津學院蓋在一個河旁邊 這個河旁邊 故意畫一個透視圖 人可以坐船過來以後 上到哪裡 上到Korea 所以他建築是一個八角 類似像八角形 一個U-shape 然後U-shape 形成一個Korea 可是這個Korea 卻是一個多層次的 這個Korea像什麼 像科比義所談論的 屋頂花園的甲板 所以人可以從這邊上來 上樓梯 上Ramp 上到甲板 上到最上面 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活動 是一個多層次的活動 可是這個上升下降 為了要表現這個甲板 不是為了只是要表現 高層的錯漏的關係而已 不是 是因為它地下室 有一個open space 為了要彩天光 所以把這個紙板折上來的時候 這邊就可以直接看到 它的地下室的狀態 所以上面的屋頂花園 跟下面那個空間 直接表達冒出這個頭 然後就形成了這樣的一個空間概念 它為了讓這個空間概念 變成一個中心性的空間概念 除了建築變成一個八角形的U shape 圍起來之後 它希望天空可以開展 所以它建築是一直往後退 所以這些建築往後退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層一層 它就把往後退的東西 故意變成一個鋸齒狀 這個鋸齒狀 也表露到後面 也是一個鋸齒狀的狀態 整個建築它希望 像柯比一談到的 叫做這個底層挑空 進到這個甲板 所以下面呢 完全是一個空的空間 人是可以穿過到這個甲板 因為這個空的空間 所以這個玻璃盒子 就直接被這幾根大的腳 撐起來 架在二樓以上 所以那個盒子好像是被放上去的 放在這幾根棒子 這個結構系統 那結構就變成它的最重要的一種 表現方式 所以它把結構直接表露出來 結構要做邪稱 就把邪稱直接表露出來 非常野蠻的狀態 直接讓那個空間就形成了 這種因為要結構 因為要往外髒 所以結構要撐它 結構就不修飾的表達出來 James Sturling在現代主義做 難道只有現代主義這樣做嗎 古典主義有哪個時期 也是野蠻主義的 被人稱為說完全沒有文化 直接表達 你為了要讓建築變得很高 為了要變建築肩膏要撐得住 怕它崩下來 直接在外面做了那個非伏壁 然後非伏壁就沒什麼裝飾 就是那個文藝復興人很討厭 就是非伏壁根本是多的 然後你又不修飾它 讓它就在城市裡面 產生叫做視覺上的城市視覺的垃圾 最多非伏壁就是叫一些怪獸的嘴 然後讓那個裝飾一下 可是對文藝復興人還是受不了 他說這是一批野蠻人做的事情 不是一個受過文化涵養做的事情 那那個時候就是哥德 哥德建築 哥德建築直接表露結構 直接表露它的空間的狀態 然後也不修飾就做出來 哥德是那個時候做出來 在這個時候 James Sterling他們所做的事情也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直接表露 它卻產生了很多很多很棒的動量 或很棒的可能性 你看這根柱子 就非常非常像非伏壁 直接把這個斜的房子 用這個大柱子把它頂住 然後變成大大的一根腳 然後撐在那個建築之下 那我認為 我認為幾次野蠻性 第一次的野蠻 哥德 James Sterling也很野蠻 更野蠻 你只要去看那個 那個士林的 台北藝術中心 就是那個皮蛋豆腐 加Olan 然後架起來一個盒子 然後下面一堆腳 撐起來 然後它下面一樓畫什麼 一樓畫那個士林夜市 他說我們應該要把精緻文化 那種歌劇院表演空間放在樓上 可是下面呢 是士林的夜市 很哇跳跳這樣子 什麼都有 那個平民文化跟那個精緻文化 兩個疊在一起 做成一個你幾乎無法理解的 說不上來它到底好在哪裡 可是有東西說得上來 每一個人都說醜 就是每一個人都說醜 它就是醜 可是它就是那樣子 東西被選擇 選擇到 那你就可以知道 理解 庫哈斯現在在做的那件事情 真的沒有什麼了不起 那件事情其實是 非常重要在60年 也就是在 現代主義之後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論述 如何反精緻文化 如何直接表達 空間的類型 直接表達空間的機能 如何不修飾 那樣子的一個結構 或者是構造的關係 讓空間產生某種張力 那來對比什麼 對比那個 Universal 大一統的國際樣式 架構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key 你可以看得到 因為它往上 往上學生 怎麼有這麼外行的人 現在在拱過測試 OK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在哪裡產生 往上漲的時候 每一個樓梯要從下往上 我們都知道樓梯垂直 可是樓梯垂直它斜了 你就怎麼 你就沒辦法垂直 所以你還是要表達樓梯 可以這樣子垂直上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裡長了幾個 幾個流 很特別的流 在一個實體上面長了一個玻璃盒子 這玻璃盒子是從這邊 上到一個平台 才從這邊插進去 所以它是一個完全 屋裡頭的狀態 一個盒子 一個透明的盒子 塞在一個石的量體上面 這石的量體 轉出來就是因為它要從 下面這層要上到上面那一層 所以呢就直接表露出來 所以在這裡面有幾個很迷人的東西 是這個 是這些盒子 然後加上另外一個迷人的東西 是看到的這個甲板 甲板伸上來的時候 這個甲板翻起來 下面看到的是 underground的空間 這些事情 我覺得詹姆斯德林之所以厲害 這些事情都在今天為止 還一直在被運作 所以都只是長的不同樣子 不同的fashion 不同的style 可是那個架構在詹姆斯德林那時候 都被架到 姆斯德林可以看得到 他如何用直接表露他的材料 素材 比如說他做一個L型的空間 L型空間後面全部都是石的 磚塊疊起來 可是另外一面L型全部都是透的 甚至它產生一個大的大亭 這邊像甲板 這邊呢卻是一個非常非常modern的architecture 兩個呢一刀兩斷 然後呢他那時候崇拜 那種所謂的現代機械文明給我們的一種刺激 所以呢 永遠建築裡面那個屋頂的洗創機 是最後一筆 每一個東西都還有一個洗創機 那個洗創機是可以走的 那個mobile系統 然後一個固定的量體裡面上面做了一個軌道 然後就一根東西在那邊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那是他迷戀機械文化機械世代裡面的那種空間的 給的刺激 那你可以看到他畫的圖 這個圖非常特別 每一個部分的dimension都不一樣 好多dimension各自在各說各話 包括elevator 故意把它拉出來 拉成變成兩個tube 再從這個空橋飛進去 然後呢上面一定畫一個軌道 洗酸機是在這邊轉 然後這邊有一個大的 大的void 這邊就變成好多塊往下走的狀態 那Jim Sterling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建築師 我曾經為了他 我study了一兩個月 你們如果有空 真的去看看他的所有的project 那我們就講說 其實當代也不過就是這樣 當代 庫哈斯在做這個路特丹的這個 這個現代museum 如何讓這個原來是一個方和的量體 車道跑出來 ramp下面是一個cafeteria 上面是一個auditorium 直接就讓你看到 所有的街頭 有邊是粗的石頭 有邊是白色的牆 兩個就硬撞 那這所有的事情 其實都是我認為在粗況主義所表達的 這種直接的狀態 到我們今天為止還是覺得蠻過癮的 雖然現在是庫哈斯在做 就是你會覺得那種視覺的狀態 那個動量是不可被預期的 他有產生很多不同的動量的關係 我們再談到另外一點 在60年之後 其實另外一個 我現在談的各自都各自發言 他們之間沒有太大的關係 各自都有他各自的發言權 另外一個是開始把所有的高科技 開始有對未來有些想像 就像我們現在在看到的 很多叫做預言式的科技電影 每一個科技電影呢 你們如果現在看電影裡面 常常有一個電影的類型 叫做科技電影 科技電影往往是一則 用盡了各種美學的方式表達 未來科學的那種新的型態 可是呢 他又故意的 把科技的東西用盡了之後 然後故意告訴你警語 反省 說你們千萬要小心啊 科技走到那個時候 人的感情不見了 然後呢 人的AI都被控制了 然後你們要非常非常小心這個事情 人類不要光迷戀這個科技的東西 就忘記了自己的真正的本質 你就知道科技裡面有眾多的矛盾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科技電影的 Steven Spreeper 用盡了所有的技術 最後告訴你說 科技是不好的 要回到人性 這類的事情其實都在 在那個時候 有一些新的烏托邦想像 他用了技術 還是用了很多很多科技 科技至上的這種烏托邦的想像 原來我們的想像是很古典的 古典的紀念性 古典的巨大 古典的美 那個Blade 離開了古典建築所做出來的紀念性 可是呢 在那個時候60年 最重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 叫Fuller 他開始建構了一個洞 這個洞超大 放在哪裡 他畫了這張圖 這個都是沒有蓋的 畫了這張圖 放在曼哈頓 然後呢 他希望 能夠建構一個Pick Don 這個Pick Don 開始可以讓人類 不要受到某種傷害 什麼傷害 60年到70年那個時候 人類最恐懼的傷害 是世界大戰之後的恐懼 世界大戰之後恐懼什麼 恐懼 一次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 在傳統戰爭之後 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 美國跟蘇俄 開始變成兩個巨大的怪獸 這個怪獸呢 開始成為 成為叫做忍戰世界 忍戰系統 一個叫做封閉的共產主義文化 跟一個開放的資本主義文化 開始變成一刀兩斷 那個時候全世界的最棒的精英人類 在幹嘛 不是學醫 也不是學電腦 也不是學建築 在學什麼 學核子 那時候我最記得 在我念大學之前的十年 全台灣最棒的天才在念什麼 在那念清大核工系 核子工程系 那個時候都在開始做核子炸彈 或者叫做核能 所有的事情都在發展那樣的關係 尤其是在比賽 那是兩個 兩個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巨型的國家 開始叫禁足 用核子來禁足 所以呢 因為這樣子的禁足關係 大家在恐懼什麼 恐懼什麼時候 第三次世界大戰要來 而且第三次世界大戰 大戰之後可能會造成 不是一二次世界大戰那種苦難而已 是全世界的毀滅 因為那個核子戰的毀滅性是非常強的 那那個恐懼到今天都還在 稍微有點放鬆 可是都還在 可是你就可以知道 在70年80年的時候 所有對於核戰的恐懼 是存在在每個人心裡面 福爾這個人 那時候因為世界在發展核子戰爭的 所有的武器 全部都投資在人裡面 所以他做了一個預言說 他希望未來能夠發展一個建築 或是未來的建築 應該最後有一個這個樣子 是呢 在核戰之後會有一些dome 然後這個dome蓋起來以後會自給自主 所以我們必須要發展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dome 能夠裡面形成一個自給自主的city 然後自己可以完整 那當然這個論述很特別 沒有被蓋出來 可是呢 福爾裡面有很多很多的 對建築的反省跟建築科技至上的一種 一種發展 後來福爾裡面如果上網去看 查他的資料 他其實對於科技的建築 產生非常巨大的貢獻 因為他為了要發展這個叫做dome的系統 他發展一個叫做volunteer system 就是為了要做一個大的巨蛋 所以發展一個叫做三角形系統 那個巨蛋的那個型 開始要很多很多的三角形 才能拼成一個圓 那這三角形才有把它整個圓撐起來 那最後這個福爾的三角的volunteer system 最後變成全世界同用的做體育館的 大的dome的那個結構 所以你現在看到很多的這個圓形屋頂 那個其實從福爾開始 就做了一個三角的框架 三角的行架 把整個大垮局給撐起來 那這個是他的科技上的技術上的貢獻 和他在理論上的貢獻 或是在論述上的貢獻 其實他是提出一個對於世界上的另外一種 景欲 反省 或者是科技發展 的概念 那這種新的技術 這種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術 一直都是各個時代裡面 把科技至上 把技術開始發展出來的另外一種 新的反正 包括到了去年 2008年 Hertel Demurong 在發展這個大的框架 也是架在一個技術上的層次 比如說你現在如果要理解 這個鳥巢 鳥巢它的貢獻是什麼 鳥巢的貢獻並不是 純美學的貢獻 它的貢獻 那種美學是來自於技術 來自於如何發展一種新的 structure system 這種亂數結構 把這個直接結構就表露出來 不再做了任何的裝飾 然後把structure變成skin 變成一件事情 那這樣的事情 其實都是從技術面 從科技面 所發展出來的美學 這個美學無關乎機能 它不跟你談機能 無關乎材料的texture 無關乎地方場域 這些都無關 也無關乎urban context 都不是 那你說如果你要管 你如果要去討論urban context 如果你要討論機能 你要討論生活 你要討論地方性 那這個案子 絕對該死 什麼都沒有 而且他很不負責任的就做了 可是他有沒有貢獻 他有貢獻 因為他的貢獻就架在 我們剛剛講的 是從一個技術面 從一個結構面 如何去把發展一個 新的時代的技術 這個技術呢 可以讓那個時代 發展成另外一個事情 就像那個時候的fuller 在做那個dome的時候 最後發展出一個叫Valenture Trust 然後變成一個大的巨型巨蛋的 一個基礎結構 純粹是技術面 技術所提升出來的 另外一種新的美學系統 那那個時候在大戰後 其實各個國家都開始 對於未來有另外一種 充滿想像的烏托邦 然後每一個人都希望能夠創造 新的烏托邦 來讓現在的現代建築物 能夠再往前跨一步 那時候的烏托邦 很多國家在想 英國很重要在想這個事 日本 日本在這個時候開始介入了 之前幾乎看不到日本 在建築室裡面的太多的琢磨 日本自從大戰後 他們開始全面西化 而且他們要重建城市 因為那個時候戰敗國 一則像美國戰勝國 他取得發言權 結果日本是因為戰敗國 所以他開始要重建城市 就一批人開始用新的方法 開始在全面西化 來看待這個城市的觀點 那這個非常重要的幾個人是誰 應該是日本建築的第一代 那這兩個人 一個叫做局族清訊 一個叫做單下建神 這兩個人一則寫書 一則在學校成立了都市研究室 然後呢 從論述到書 到大量發展都市研究 然後開始發展出他們的新的理論 這個理論叫什麼 叫做代謝派 這個理論讓全世界 為之矚目 因為他們提出來這個理論 幾乎跳躍了他們自己本來日本的文化 開始看一個叫做 叫做Mega Structure 看一個叫做大都市的重建 所以因為日本的戰敗 他們開始想像了一個都市重建的狀態 從一個Urban觀點 然後開始去建構 那什麼叫代謝派 再長一點的名字叫做新陳代謝派 就是建築呢 是可以新陳代謝的 建築呢 是有 這個到我們現在都還用喔 建築 有個字 Architecture 是有Life Cycle的 建築是有一個Life Cycle 那他們大量的談說 建築的Life Cycle很好玩 結構體可以維持50年 設備20年就要換了 然後生活機能可能因為人住進去 前十年 後十年 中十年 後十年 三個十年可能他的生活狀態需求會不一樣 那有小孩 小孩長大了 空巢期 人老了 所以呢 建築應該因應使用 因應設備 因應結構 他三種東西的生命期不一樣 所以建築應該要回應這個建築的生命期 Life Cycle 然後如果你蓋個建築50年 等你 那個設備的管子都壞掉了 生活的機能也不符合了 可是那個建築還好好的 那怎麼辦 你就永遠在裡面住啊 因為他建築的結構體都還完美的存在 所以這個新神代謝派就是 人有些東西可以一直保留 可以有東西要替換 可以因為他的Life Cycle 替換某種東西 所以呢他就發展了一個東西叫做 Plugin Architecture 插入式建築 建築是可以替換的 一個建築呢 如果50年存在的他就是應該 永久的在那邊 當做Call 然後呢 如果20年就要換的廁所 管道 那就要把它抽換 叫替換性的建築 插入式建築 插進去 換掉 工廠再生產一個東西 再插進去 把舊換新 然後你如果人的使用 完全沒辦法 被回應到人的真正的需求 那沒關係 你在工廠定製一個預住的東西 把你現在居住的換掉 可是呢 Elevator 公共管道間結構 永遠存在 因為他的Life Cycle是50年 所以呢 有些東西可以替換 有些東西可以 存了比較久的時間 OK 那這樣一個插入式的建築 可以替換的建築 引起世界上非常非常大的重視 在這個時候 日本是有發言權的 因為他們提出來的這個關係 讓世界的人開始有一天天新的思考 也認同這樣的一個觀點 那請大家記得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幾乎是現代 日本現代化的兩個最重要的建築師 他發展下來 單下建山成立一個叫做 都市與建築的工作研究室 那個時候呢 很年輕 在學校教書 那有幾個助教 有幾個助理 是在幫他開始帶著學生 在做很多 哇 超大型的model 那他的助理有兩個人 一個叫黑川記章 一個叫基奇心 這兩個人已經變成日本現在 最重要的中師 那黑川記章前幾年剛好去世 所以現在還留了一個 就是基奇心 所以基奇心現在變成是 全日本的最重要最重要的master 他說的話就算 雖然他建築很爛 可是後來很爛 早期很棒 早期你去看他最早期的前十個案子 棒得不得了 那後來就沒有什麼 可是呢他就帶了一批 很多很多的學生 一直在往下傳 黑川記章 基奇心就開始發展了很多很多的人 然後這些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 伊東豐雄這些人 都是從黑川記章再往下 再走一段 然後開始發展的人 所以日本呢 從那個時候就開始有一 一系列的乘傳 是從 單下間山一脈相傳一直下來 當然有些是不在那個相傳的脈絡裡面 你如果有空 其實他去年好像來講過 那個中原的戲主任突然叫什麼名字 忘記 曾光宗 他就會畫出這個日本的譜系 告訴你誰影響誰 誰影響誰 那裡面有一個永遠不被影響的 他也沒有帶出什麼學生 他也不受影響 那個叫做安藤忠雄 是一個姑娘 他幾乎也沒帶出什麼學生 所以你很難看到哪一個人是 乘傳安藤忠雄下來 Follow那個脈絡的 可是呢如果你看伊東豐雄 你就可以直接念出那個譜系 因為他基本上是學院派 一直在學校教書出來 從伊東豐雄到美島河寺 美島河寺到西澤立位 西澤立位到時尚存也 到平田晃酒 下來就是有個譜系 可是安藤忠雄永遠就是安藤忠雄 他就那個譜系 是他自己一個 那這是題外話 那個時候他們發展了一個叫做 叫做代謝派建築 他做的就是Plugged Architecture 他做了一個叫做插入性建築 那個時候最出名的一個人 最有才氣的一個人 叫黑川記章 他就真的發展一個 Plugged Architecture 插入式建築 那這個插入建築 就像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沒有插入前的管道 一個core的管子 到這邊呢 一個一個Plugged進去 都是工廠預製 預住的 然後就開始塞到裡面去 那個時候的日本 那個時候的英國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派別 也在做這個事 叫做Archigram Archigram 在兩三年前 在北美館 做了一個展覽 出了一本書 那本書非常棒 如果你有空 你們也去買一本書 Archigram 那個時候呢 在1960年的時候 非常非常迷戀 新的技術 新的機械生產 所給人出來的一種 一種科技性的建築 所以可以看到 它的插入性建築 基本上做的是一個Unit 這個Unit 剛好跟那個時候的社會主義很像 叫最小的Unit 可是這個Unit呢 很多都是設備 各種不同的設備 可以替換的 然後整個就是一個Box 這個Box還可以整個撤掉 來換成新的這樣的狀態 那叫插頭式的建築 那個時候插頭式建築 告訴你說 這個是永久存在的東西 管道有永久存在 你只要插進去的時候 每一個Unit有 回應不同的Lifestyle 所以呢 你可以是自己的 自己的Soho的Office加House 你也可以是 是三個人的住宅 也可以是單身的 也可以是家庭的 所以呢 每一個都是Custom made Custom made 同樣一個Unit 有不同的空間的形態 然後都可以插進去 變成一個 一個自己的一個空間 那時候是非常非常讓人迷戀的 就是說 一個建築 它其實已經不像 如果我們要談經濟 要談效率 它已經不像現在的建築 把機能做清楚以後 就鎖定在那裡 如果你要回應機能 回應經濟性 或許你可以有這種回答 你可以在工廠裡面就做完 你可以把機械生產 發揮到更極致一點 讓它的可能性產生更多 那時候 黑川記章 就在東京市 蓋了一個這個大樓 這大樓是全世界第一個蓋到 插頭式建築 因為不是歐洲 不是archigram archigram的話 做出來只是紙上建築 黑川記章就做出這樣子的房子 那這個房子在前年還大前年 在都市更新的時候 全部拆掉重建 那 當黑川記章蓋出這個房子的時候 全世界非常非常轟動 黑川記章也因為這樣子 變成世界上非常重要的master 然後它做的是 每一個就是一個unit 這個callunit可以卡上去 那每個unit有它自己的 各種不同的思考模式 當然那時候有個笑話 說這個像一堆烘乾機 塞在一個都市上面 每一個都有一個小開口 諷刺的是 前年還是大前年這個房子拆掉 從它蓋完到拆掉 沒有換過任何東西 沒有插過任何東西被換掉 也就是新陳代謝建築 這件事情還是存在在想像 那個替換性 那個困難度 加上它的效益 它的代價 其實非常非常高 所以呢 黑川記章當初 應應的這個代謝建築 所提出來的理論 很偉大的實現 可是也很偉大的 宣告無法實現 就是在它提出來這種狀態裡面 後來在大家的所有的 30年後的這個整個機械 生產跟建築的運作裡面 它其實並沒有符合 可是它卻讓日本的建築 為什麼日本建築在這種 最小空間塞進去那個東西 卻發展了日本一個新的 很特別的建築叫膠囊式住宅 這膠囊式住宅就是那種 日本人喝醉了回不掉家 然後就進到一個像棺材一樣的 小小的空間 睡一覺 然後看個小電視 洗個澡 就跑掉了 那個狀態其實在日本 那種 可是它並不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以前的膠囊式住宅是做了一個 最小最小的空間 讓人住進去 然後公共生活在外面 可是在日本 這麼充滿資本主義裡面 是因為跟它的民族性有關係 所以所有人就一個一個塞進去 一個塞進去 然後變成另外一種建築型態 是在日本非常出名的 在別的世界都沒有的 這種叫做膠囊式住宅 那這也是一個題外話 最主要就是說 他們對未來都有充滿的想像 那個時候的archigram 如果你們有空 真的要去看archigram archigram都沒被蓋起來 archigram提出了非常非常多的 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他提出了一個就是 working city 行走式的都市 所有的建築 可以跟著人遷移 然後整個都市都可以遷移 不只是一棟房子可以遷移 一群都市可以跟著走 然後到一個地方 腳落下來以後 就變成一個城市 那時候看到60年 在做這個事情 真的是會很surprise 就是那群人到底是怎麼生出來的 為什麼在60年 那群人這麼有想像力 那時候可以做出這樣子的 這麼特殊的房子 那時候有 到今天為止還有一個老先生 還是那個時候的戰將 暴走族戰將 那現在還蠻暴走族的 叫Peter Cook 在英國 他就是那個時候archigram的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腦 然後他們對於世界 充滿的不同的想像 那這種叫做plug in architecture 這種對於技術的迷戀 其實在之後 一再的被看到 也一再的被形成 那最明顯的例子 如果從機械主義 從這種科技發展 從面對建築的多變性 其實在後來被法國的移動建築給形成 這個形成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跨越現代建築之後的一個master 這是什麼 龐碧度中心 龐碧度中心 基本上他當初 所做出來的一個建築competition 他被選上的時候 全巴黎都反對 因為他認為這不是一個建築 他是一個什麼 他是一個鷹架 那當初他畫出這個立面 這個立面你如果 你如果 在靜下心來好好的看這個立面 你發現這個立面還真偉大 因為 21世紀如果有個鏡圖 畫出來這個建築立面是這樣 你還是會覺得很appreciate 就是這麼的簡單 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些影像 只有幾根管子 elevator 然後上面有一些發電的東西 有一些洗窗的 然後剩下呢 像鷹架一樣 都是這種叫做很簡單的 我們現在簡稱叫做 立霸鋼架那種架構 那幾乎沒有立面 no elevation 所有的elevation 全部都是廣告 都只有visual 那到今天為止 畫出這種立面 還是很了不起 那時候被選到 當然業主更了不起 法國巴黎 擋住所有的人 的反對 那最後讓這件事情實踐 這件事情當初的實踐 這件事情當初的實踐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 人家平安跟Richard Rogers 他們在合作的時候 在做這個案子 他們認為 當代museum 就是contemporary 當代藝術館 已經不再像傳統藝術館 展覽的時候都是畫而已 開始有很多人裝置 如果說你們到台北 你會發覺這次最精彩的一個展覽 就是那個泡美術館 就是蔡國強 有非常多的裝置 幾乎都藤在辦公中 都非常非常大 那一般的美術館 沒有辦法完全的符合 現在的新的地景 裝置藝術家 所要滿足的事情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在龐碧度中心所提出來的一個建構 說建築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框架 一個非常非常好用的framework 非常好用的platform 舞台 然後建築可以多變 建築要因應所有它內部的彈性的需求 所以它這個框架裡面 這個trust可以做很多的軌道 可以 裡面的牆都可以拆解 可以變成最大也可以變成最小 所以產生面對這個當代藝術展覽的問題 來建構出這樣的想像 到目前為止這種想像還是很迷人 就是你如果今天在談 你要蓋一個美術館 你不是在談它的form 你不是在談它的context 你在談你面對當代藝術展覽的那個 那個我剛剛講 它是一個無邊際的舞台 它是一個簡單的框架 它是一個萬用的東西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那當然Piano Richard Rogers他們在做這個時候 他們還是迷戀mobility 除了facibility以外 還有一個叫做mobility 這個mobility是所有東西的運動 都可以快速的輸送 所以在這個例面裡面 你除了看到影像 看到框框 看到一些很機械性的object 還看到什麼 看到人外露的運動 這運動運動在各種不同的方向 那就把當初的龐壁都中心給禁購起來 當初龐壁都中心被反對的是 完全離開了法國巴黎的都市最棒的那個urban context 可是它最後受到非常大的擁護跟歡迎 在這邊辦了很多很多的event 然後龐壁都中心那個廣場 到今天為止都還是非常多的年輕人 很喜歡在那邊活動的地方 那這個建築物到今天為止還是很難被接受 就是只是一個 很難被什麼接受 被台灣人接受 你如果在台灣人做這種 你還是被K的辦死 它就是一個鷹架 什麼都沒有的架構 縱使它已經是變世界上最出名的案子 可以看得到這個廣場裡面 對於這種機器人的迷戀 很多的通風管、管道、image、mobility、框架 這個就是我們談到的 在新的科技建築 在這個archigram之後 其實最大最大的一個里程碑 其實就是龐壁都中心 再一次的改變了我們認為的現代建築 那個合理的它也很合理 可是它也很經濟 可改變了當初的 這個所謂的國際樣式裡面的合理性 跟現代性的關係 這就是它的整個架構 那個時候的Richard Rogers 也非常在意叫做Plug-in Architecture 所以在英國 蓋了一棟大的bank 裡面回塞了很多很多的object 這個object每一個塞進去都是廁所 可是呢很可怕的是廁所都超貴 沒有人認為拆掉還比較便宜一點 那設計的非常非常貴的廁所 每一個都塞進去卡進去 那這個時候走的一些小偏離 是那個時候幾個很重要的建築師 非常重視technology 非常重視mechanical production 然後非常重視這個所謂的mechanical system 那三個建築師 一個叫做Renzel Piano 一個叫Richard Rogers 一個叫做Norman Foster 這三個人 一個是英國人 兩個是英國人 一個是義大利人 他們大量的發展這些東西的時候 大量的尋求一種叫做機械 大量生產的系統 可是慢慢慢慢轉移的是 他們後來越來越喜歡 機械大量生產出來的美感 所以呢 花了很多錢在創造那個機械的美感 所以這三個人千萬不要操作 每個都貴得要死 三個人沒有準備 口袋沒有裝滿錢 是沒辦法找這三個人 因為每個都是custom made 然後呢 最經典的例子 除了Richard Rogers所做的以外 最經典的例子 在80年最重要的一個經典例子 那時候是全世界最貴的 可以蓋得最好的 最漂亮的一個房子 在香港的匯豐銀行 那個時候大量的 用外露的structure 包括洗窗機 包括停機坪 包括elevator 包括所有挑空 包括器木 要怎麼把風帶進來 所有的事情 在Norman Foster的匯豐銀行 到現在都還是香港 最好的兩棟大樓之一 另外一棟是IMP 蓋的中國銀行 那個是很紀念性的 可是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 機械性的兩個建築 你可以想像這些人 以前的這些戰將 Rogers Piano Foster 這些戰將 最近在這幾年轉向 再一次的轉向 再一次轉向是什麼 是他們在中間的這個過程裡面 從科技機械裡面 尋求美感之後 他們現在再回到什麼 還是有美感 開始回到綠建築 開始回到叫做生態建築 所以你看到這三個人 最近做了非常非常多architecture 在回應的是環境的問題 用錢去做通風 百頁 節能 綠建築 綠的東西 變成一個叫做green architecture 所以很有趣 同樣在談科技 可是在最早以前的科技 到中間那一段的科技回到美學 專門在談系統 在談一個環境系統 那其實他們這個轉向很明顯 他們也知道整個世界上的趨勢 他現在在蓋 也不是蓋一個漂亮的匯豐銀行 他現在在蓋的是蓋一個 可以被論述跟環境產生某種能源關係的 另外一個建築 那蠻值得觀察 這些戰將都還在 他們到現在還是瓦跳跳 然後還是在做更多的 各種不同的嘗試 那你就可以看到archigram 跟日本的代謝派 到現在的所有的新建築之間的關係 他到底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那當然 一則在走極端 走科技 另外一則回歸自然 那當然現在有一種叫做趨勁的趨勢 就是 以前有一批回歸自然的叫super studio 建築開始要做完以後 跟自然貼在一起 可是呢 Norman Foster 在做一個非常高科技 突然發覺 這個群高科技的人 轉向轉到哪裡 轉到這個 所以這是很值得觀察 在21世紀 兩派的人 突然又冒到同一條路上來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 好幾個月